各位好 感谢大家继续参加我们的线上直播 然后我们这次来探讨的是动态连接器和执行时期 那在这里呢我们会来探讨在西语言里面比较隐晦的部分 但是这个对于系统性的开发其实非常关键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谈一些这方面的细节 那在谈这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个 就是你可以看到说我们这次的一个缩图里面有这张图 然后你会看到这个词 这个词很有意思 这个词呢叫做Lingua Flaker 那这个是讲什么呢 就是是意大利语称呼法安克语 那我们都知道就是说 曾经有一段时间法兰克王国在罗马帝国灭亡 应该说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呢 曾经有一段时间法兰克王国是一个相对强盛的国家 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说 德国 法国 还有意大利 这三个国家其实一开始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 那就是法兰克人建立的这个国家 那当然随着这个时间的推进 这三个国家的口音就已经很不一样 然后那这个词呢就很有意思 就是说由意大利去称呼这个法兰克的口音 那后来就被衍生为说这个桥接六里的语言 有点像我们所谓的这个比方说我们以前讲台湾国语 那台湾国语其实衔接什么呢 衔接的这个满清的这个官话 就是这个北京话跟什么 北京话跟这个台语 那这个台湾国语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吧 那你可以发现说其实西语言呢很有意思的地方是 它其实西语言就像今天的英语一样 它让世界各国各个不同文化背景人可以怎样 可以用共通语言来沟通 那我们为什么要在这边提到西语言这个特色呢 其实你要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今天用了很多资讯系统 包含说手机 像这一只手机它是Android手机 那这个Android手机里面呢 它其实包含非常多的程式语言 像你可能知道的就是它上面会有Java的程式语言 那它背后就会有Java虚拟机器 不过注意到这个说法是不太对的 因为更好的说法是 是Google风格的Java虚拟机器 那我们称为叫ART 更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其实手机里面不是只有Java 它显然有什么 会有西语言的 会有西加加的 甚至还有包含说其他的程式语言在里面 然后呢比方说LUA LUA 比方说你安装那个Angry Bird Angry Bird的话呢 这个APP里面呢 其实就有包含说用LUA 用Java 用C++撰写 甚至特定的这个组合员去撰写的这个程式 好 那有意思的地方是 即便有这么多程式语言 但是呢有很多应用程式都可以 在这么多程式语言之间可以运作 那包含说我们所熟知的这个Android系统 它其实就是承载这么多不同的语言 这么多执行环境 好 那所以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探讨 借由动态连接器 去分析 这样的机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怎么去运作的 然后在探讨这个更细节之前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最近的新闻 UCSD的一个教授 他的这个这个教授是带领开发这个UCSD Pascal的一个灵魂人物 Boris教授呢他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过世 然后那他对整个电脑科学的影响是非常非常重大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有一个术语你可能听过的叫Pcode 好那Pcode呢 我们今天就叫做Bicode 好那讲到Bicode你就熟了 好像是Java Java虚拟机器所执行的的程式是用什么撰写的 其实就是它是什么指令呢 其实它是Bicode 一个Java虚拟机器定义出来的一个指令 那或者说像Visual Basic Visual Basic过去常常被人们诟病 就是诟病说这个指令效率不好啦 那但是其实你不能完完全怪罪于Visual Basic 你要其实跟它的什么中间机器码有关 事实上Visual Basic编译器编出来的东西不是真正的机械码 不是真正平台上的机械码 像这是Intel或者Ans上面的这个机器码 其实不是 它其实是一个中间码 那这样的一个手段呢 我们称为说 先把程式语言的原始程式码 转换成中间机械码 然后再去透过植一器去执行这种手段呢 我称为叫什么呢 我称为叫Picode 然后为什么这东西叫Picode呢 不叫别的code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叫做Icode intermediate听起来比较合理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Pascal很早就用这个手法 当然Pascal不是最早使用这个手法的 但是呢 因为Pascal在整个电脑科学影响很大 我们可以知道说1970年代 Pascal在工程上是非常常见的一个语言 Pascal在因为它有很多东西是用 让数学士很容易去表达 然后最关键的地方是它的语法也很单纯 那整个Pascal家族呢 UCSDPascal其实影响非常大 我们今天可以在这种微处理器 像当年的80888、8086上面可以执行这个 执行Pascal 其实很大的比例是因为得益于说UCSD的一些设计 它让这个很多不同的平台可以很好的运作 然后呢 这个中间的里面呢 就用到什么 就用到这个Pcode 所以就是你想要原始层次码现存的Pcode 然后呢 像VidioBasic也好啦 或是Pascal也好 它在执行的时候呢 它就有个执意器 所以注意到我们有一个执意器 它是一个特制的软体 来做什么呢 来去解析 解译这个Pcode的执行 然后 Boris教授其实他不是只有做UCSDPascal 他后来其实他也投入这个ADA ADA程式语言的开发 以及包含说ADA83 ADA83的这个标准化的过程 然后今年他过世 但是他遗留的这个资产 其实一直到今年还是有很大影响 那所以你想 像刚刚有提到 我们提到这个UCSDPascal 那就可以想一件事 如果UCSDPascal里面的那个执意器 来解析 解译Pcode执行的那个执意器 如果用C元开发的话 那这样会有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Pascal程式 透过先转成Pcode 那这个Pcode呢执行在什么 用C元开发出来的这个执意器上面 那这个执意器呢 用C元撰写 所以它是不是可以用到C元 标准还是酷 是不是可以跟其他的这个 用C元开发的程式呢 相互连结 相互使用彼此的功能 有没有可能 事实上这是有机会的 但是呢 要让这件事发生 要先前解决一个很关键问题 就是动态连结 所以这里是我们今天要特别探讨的 先记得这个部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来看一个问题 这问题就是说 我们想要知道 Mailog跟Free的这个呼叫次数 然后在你所不知道C元里面呢 其实我们这个跟记忆体管理的部分 其实像之前我们有探讨过 LinkedX跟这种非连续的记忆体啦 然后还包含说像这个 机体管理 然后对齐 还有一些相关的硬体特性 所以我们在之前其实有提过 那不管呢 用什么手法去探讨呢 其实你要知道一个很关键的事实 就是说 Mailog跟Free它的呼叫次数 其实影响了 对整个程式有 程式运作有非常大影响 我们要知道说 像机体的碎片啊 或者说像那个程式值钱的效率 我们都知道一件事就是说 呃现在的CPU进步的非常快 然后远远呢 把这个机体管理 呃机体操作的 就是这种机体发展 远远抛在后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像CPU很快 但是机体很慢 那往往呢 很多程式呢 它本身 演算法本身是够快的 或者说 演算法本身 可能没有什么特别需要调整的地方 但是它里面的机体操作往往是关键 好 所以我们为了要去改善程式 往往不是从演算法去下手 而是从 这个演算法在落实的过程中 有很多比较看起来边边角角的部分 比方说机体管理啦 比方说你的Io啦 甚至包含说 呃 编译器的一些设定 我们很多时候做最佳化的时候 是从这些角度去切入 好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 你所的不知道的西元里面呢 这个讲座里面 其实我们会探讨这么多议题 也是希望让大家知道说一个专业的西语员程式开发 其实它要顾及到好多个面向 那西语员呢 它办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让你作为一个程式开发者 可以直接的去操纵 操控硬体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你需要有足够多的知识 好 那回到这个议题 就是说 我要怎么知道Maloc跟Free的这个呼叫次数呢 其实有很多方式 好 呃 比方说你会一些比较 看起来直观的方式 就是说你先定义一个权益变数啦 然后接着你把所有的那个Maloc把它包装起来 好 通过什么 通过 通过聚集的方式把它包装起来 好 所以当你呢 每一次在 就 所以你就不能直接用Maloc了 你还用我们用 我们 我们规范的这个Maloc这个具体 好 所以 每次Maloc 呼叫一次 好 那其实因为它实际上就展开程式嘛 所以这个Maloc count 就这样 就会递增 好 然后 那想 诶 这样子听起来很简单啦 对不对 好 我起来 这个 这个东西不会运作的 如果呢 你没有更换到的话呢 就不可能追踪到什么 追踪到这个 Maloc呼叫次数 对吧 这很基本 然后再来是什么呢 对C加加不适用嘛 对啊 因为 事实上 C加加的时候我们用什么 我们用New跟Delete 好 那 我们不太可能为了说要去追踪这个Maloc的次数呢 或者说去 呃 为了要 消除视率嘛 这个听起来怪怪的 对 好 所以 我们会希望说 像C加加这样使用New跟Delete 这样的一个什么 这样的一个keyword 对啊 因为它底层是用Maloc跟Free 那所以 我们不管 上面语法是做什么事 甚至可以想象说 C加加在怎么改版 底层一定会用到Maloc跟Free的 所以 我们在追踪Maloc跟Free的次数的时候呢 应该要做什么事情呢 应该是 避免用到聚集 这种状况 因为聚集的太没有弹性了 我们应该是直接去追踪Maloc跟Free 它真正的呼叫次数 就像我们一开始想做的 好 可是这件事呢 其实很麻烦 好 比方说你看 另外一个case 好 如果你呢 你用到的那个韩式库 好 已经是这样 韩式库的存在 有可能是静态的 有可能是动态的 好 然后我们在你所不知道的西元里面呢 我们有特别提到什么呢 我们有提到这个 就是在讲这个动态连结也好啦 好 或者说我们在讲这个什么 在讲这个编辑器最佳化的时候呢 其实有提到 非常多细节 但是不管 不管编辑器做了多少事 但是你知道一件事 不管它用静态的 或是动态的方式存在 那些程式码早就已经不是原始程式码了 它已经是一个是二进位的形式 所以你基本上你已经改不到了 你已经很难用很简易的方法去改动 好 所以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呢 你势必需要其他的机制去协助 好 保证就不可能 保证你会在这边怎样 就是一直在撞墙 这不太对 好 那这时候呢就需要什么 动态连接器 好 那在英文里面就是Dynamic Linker 好 然后注意到一件事 Dynamic Linker的实作 往往跟底层的西语源执行环境有关 所以它不是完完全是可惜的 其实在不同的环境 比方说你在Gnu Linus 注意到这东西是Gnu Gnu-linus 它意味着什么呢 它其实是Linus的核心 搭配Gnu的userspace 所以Gnu的userspace包含什么呢 比如说Gnu的开发工具啦 GCC啦 GDP 然后再来是什么 Gnu的C runtime我们称之下叫GDPC 好 比方说呢 如果你使用那个Gnu-linus 那它里面预设的系统就是用GDPC 那你可以去准备像这样的一个程式 注意到我们把档名 把它先称 就是称呼回Malloc以线Count.c 那它就大概长这样 这边有几个东西要注意 第一个就是DealSync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DealSync在做什么 好 DealSync里面呢 你可以从这个main page里面看得出来 它有这边有说明 它说呢 你可以去查询 在一个share object 在Unis来讲 share object就相当于是 Windows那种DLL 动态连结还是酷 然后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执行档里面 特定符号的地址 所以什么东西是符号呢 像这个Malloc Malloc呢 我在我们在编译完之后 比方说你的韩式 你用你这个编译完之后呢 它会得到一个 Symbol 注意到 Symbol是人看得懂的 那 每一个人看懂的符号 背后呢都会有个对应的一个地址 而且呢在一个执行档里面 或是在一个share object里面 它的地址应该是这样 是独一无二的 好 那你看哦 这边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我尝试去载入Malloc这个符号 从Malloc符号呢 去找出它对应的什么呢 对应的地址 好 所以注意到啊 这个指标呢 它去指向什么 Malloc真正的地址 好 那在你所不知道的西语言里面呢 我们有提到的什么 指标篇 好 那指标篇题 我们提到蛮多 关于这个function pointer 好 对 好 然后提到这个pointer type 相关的议题 好 然后呢 这里面很关键的地方是什么呢 事实上呢 我们在那个 嗯 function code呢 里面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叫做什么 叫做function desinature 然后注意到一件事呢 像你看这段程式码 好 这段程式码呢 这个puts 你知道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什么 function pointer 好 对 这边有很多猩猩 这是function pointer 那好 另外是 这边加一颗猩猩 加两颗猩猩 三颗猩猩 四颗猩猩 或者更多颗猩猩 基本上 都是puts 好 然后呢 为什么是这样呢 在这个指标篇呢 其实我们有提到 好 那可以看一下 这底下在西语言有规范 好 那简单就是说呢 事实上呢 这段程式码 这样子 它其实可以看错这个 好 所以你不管它里面 有多少个括号 好 那每次呢 每一个括号 好 它就是一个什么 它就是这个function 就是括号里面的 这个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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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它是这样 它就是一个 function denominator 好 所以 这一层呢 它其实就怎样 这跟puts是一样的 好 同理 你把它展开之后呢 这就是puts 好 再继续展开 一直推广下去呢 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件事呢 就是 即便到最后呢 它还是一个什么 function denominator 所以也就是呢 它是一个什么 point to function return type 好 那所以 这边呢 你要知道一个议题什么呢 就是呢 所以你知道 其实我们所谓的function code 就是这么一回事 它其实就是一个什么 它就是一个 function 就是 function 那个point type 里面 但是它是所谓 function point type 所以你可以给定一个数值 然后 这个数值呢 很关键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 如果我们把这个数值 指派为 一个符号里面的地址的时候呢 这件事就有趣了 所以之后呢 你就可以干嘛呢 你就可以拿来 呼叫来自行 好 那这边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说 我们先从动态连结 韩式库里面呢 先找到这个符号对应的地址 在这里 那我们在最后面的时候呢 呼叫到这个地址 对吧 可是你们发现 中间有一件事有点怪 你们发现 这名字 就是 就叫maylock 好 那我们来想一下哦 maylock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maylock里面呢 你在 呃 man page里面看到的 它的function post type 就长这样 对吧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的参数呢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 形态为 size底线 t的一个形态 然后它的回传呢 是一个什么呢 是 pointed to void 好 那你们发现 这件事 那不就是跟我们 那边写的这个 function是怎样 function或type 是一模一样的 好 那么我假如就想 这个东西 我们要做的是 是不是拿 这个maylock 去取代 原本系统的maylock 对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但是你看 注意到一个手法 这个手法在哪里 就是说 我们一定有个 真正的maylock 最终 因为我们 我们只在意 我们只在意说 maylock的次数 好 所以你看我们这边 来讲话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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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就是 在呼叫真正maylock之前 我们做一些事情 好 比方说我先把 我先把这个maylock 它的大小印出来 好 印出这张讯息 好 好 我们做一个实验 好 那 我们先去 定义 那刚才那个程式码呢 叫什么呢 那那个程式码呢 叫做maylock底线 count 对对 好 就这样画面 都看到这段程式码 好 那我们去编离它 好 注意呢 我们这边 GCC的这个参数很重要 第一个我们有指定这个shared 好 所以讲是什么 讲是它是一个 呃 一个 搭配 动态连结 很是酷用 好 然后 然后再来是什么呢 这边有个pic 好 那你可以稍微先记一下它的意思 好 它叫做position independent code 好 也就是说 你最终写出来的程式 不然做跳跃啦 或是查询符号的时候呢 呃 它的地址是相对的 好 比如说它不是写实的位置 好 它是写一个相对的一个位置 好 所以我们这种东西叫做position independent code 好 好 那详细的话请你去参阅这个 呃 main page 好 那你可以参 你可以查询那个像pic 好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说一些 一些说明 好 好 然后 注意到呢 最终呢 输出的东西呢 不是一个单一个磁性档 好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 动态连结 还是酷 好 那在linux下呢 它就是这个点so档 so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shared object 好 注意到这个是unis世界的这个历史 好 那linux就把这个历史把也延续下来 那你可以在画面中可以看到 这一个点so档呢 它是服务什么 呃 intel这个x8的64架构 好 然后呢 它也 它是什么呢 它是动态连结的 好 然后 当然 显然这个这个程式呢 它不能 不能直接跑 好 比如说 你可能想要跑我看 好 我跑一次点看 好 那基本上你会得到像这样的结果 好 这个不是我预期的 那这样 像这样的程式怎么去执行呢 好 注意到 这时候我们要讲到GWC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机制 里面有个环境变数呢叫做LD Preload 好 这个东西要做什么事情呢 如果呢我先设定好这样的环境变数呢 那后面再去执行程式的时候呢 比方说执行LS程式的时候呢 LS程式执行的时候呢 它会先去 好 先去什么 先去载入我们给定的这个函式库 好 那给定的函式库里面如果有这个Maloc的Symbol呢 它就优先用这个Maloc的Symbol 好 那它就不会去理会原本系统的 好 所以你大概发现这个技巧在哪里呢 因为呢我们有LD Preload 这一个什么 环境变数 它可以去引导动态连接器说什么呢 反正 Maloc就算有一大堆 没关系 以我什么 以我 编译在 leavemcount.so这个档案里面的Maloc为主 好 所以我先用这边的Maloc 好 然后呢我这个Maloc在用的时候呢在干嘛 在呼叫到真正的Maloc 好 那我们来做一个实验 好 比方说呢我这个幕下有好多档案对不对 好 好 我就是把它印出来 好 那的确 好 有趣的地方在出现了 好 你们看到这个LS过程中 其实好多个 好多不同大小的Maloc 就是不同大小的空间的Maloc 好 就被要求了 好 所以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么 最终呢这个Maloc一定有成功 好 如果Maloc不成功的话 你是不可能看到 看到底下什么 真正正确的文字内容对吧 好 好 真的这些LS的输出 那可是中间有趣的地方是 每次在呼叫Maloc的时候呢 好 因为我们这个程式呢有特别做什么 有特别把它那个 配置的大小印出来 好 所以你看到它配置不同大小 好 所以你看到 552啊 120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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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小的有55 好 好 好 然后呢 你看一开始呢 配这个空间比较大 好 接着就是什么 小的物件 好 那 零星会有一些大的物件 好 那 你可以用类似的技巧去追踪 好 就是 FREE多少次好 好 那你可以看到说 哎 突然中间会冒出一个什么 比较大的 好像这个 有什么 有2万啊 跟3万的大小的好 但是你看到 在这个城市的执行 像LS这样的城市执行 大部分都是小物件 好 所以 我们在这个 你所不知道的戏言里面呢 我们有一张 就是在讲 讲这个 讲这个 机体管理 好 那其实有特别讲到这个 机体的碎片 好 这样的一个操作 好 然后 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么 我们要怎么去观察呢 其实 其实 其实有一个很 很 基本的技巧就是透过这样 就是说 透过这个 你透过LED 去通知 去告知 动态连接器 用我们 特制化的 Midlog 跟Free 那换个角度想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类似的技巧呢 去做到 做到这个 追踪MemberLeak 好 其实是可以的 所以我就记住什么 我配置了空间 好 然后每次呢 在配置完之后呢 我就把那个 他的大小跟他的 我的地址 记录下来 好 那只要这个城市执行到一阵子之后呢 我发现了 哎 他没有 没有充分的释放 好 那我们就提出一些警告 好 那 所以你看 这就算 这个东西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在 完全不需要变更原始城市码的前提下 我们就这样 就去统治机体的配置 好 那 注意到这个这个技巧呢 是有名字的 我们称呼叫什么 叫做 Interpositioning 好 那 我们都知道一件事就是说 我们刚才在讲这个 dl-sync的时候呢 好 有提到什么事情 这个dl-sync 这个方式呢 他其实在做什么事情呢 他就是怎么 他去查阅一个 动态连结函事库 或者是一个执行档里面的 给定的symbol 对应的地址 然后呢 所以给定的这个地址呢 其实在这样 他就是一个 他就是一个 一个position 就是我其实就只有个symbol在这里 然后我也称这个地址 这个 那但是呢 我想要把什么 以我们的地址来讲 我们把它换掉 所以我们称为这叫interposition 那这个东西呢 很有意思的 就是其实 它也有很多应用的 比方说游戏破解 我们就想一件事啊 假设呢 我们今天游戏里面 有个方形叫什么 有个方形叫做 check password 那check password 就是顾名师就是怎样 检查这个密码 是符合我们预期的 那它有一个传位值 可能是0跟1 所以它会去检查 使用者输入 对 它可能弹出的对话框 那叫使用者输入某些数字 那使用者输入数字之后呢 这个check password 这个function会做什么事 它会去检查 这种的输入 跟我预期的这个密码 序列有没有不一样 那如果呢 刚好 刚好一样的话呢 等一下 我就回传1 那如果不一样的话 我就会回传0 好 那你看 我们有这个interposition的机制 所以你可不想让我先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 没有功能 但是会回传1的什么 回传1 注意到好 回传1 作为什么 作为反回纸的这个check check password的function 接下来做什么事情呢 就用这个 ledpredo把你刚刚那个check password 那你就把check password 换掉了 对 你用自己的版本换掉原本版本 那这时候呢 就不用检查密码了 那不用检查密码 当然你想做事就做得到了 对 这就是游戏破解 那当然呢 你说游戏的开发者会不会那么蠢呢 通常不会那么蠢啊 就是 通常会用一些比较复杂的技巧 但是 这样的手段 基本还是用得到的 所以你会看到 有很多类似的讨论都是透过这个interposition 去更换这个 调过一些检查 那甚至呢 有个东西呢 在学术学理上 我们称为叫什么 叫做SFI 它全名叫做 Sovate Vault Isolation 然后你可以思考一件事 假设呢 你的机体配置总是有问题 就像刚才讲那个Mail跟Pree这样 你总是会有那个Memory 或者说你总是可能配置太大的这个空间 可是很惨的地方是 在你的城市很可能是改不动的 第一个这个城市可能不是你自己的 第二个是 你根本不能预测 比如说你今天开发是Android的底层 你根本没有要预测说 谁在你的底层城市码之上 执行城市对 因为你比方说你讲这只手机 讲这只手机 它是这个魅族的手机 那这魅族手机呢 在两年多前就已经出货了 可是我一直到现在 我还可能安装一个新的App 那魅族的开发者可以预期说 未来开发前是会长什么样 其实没办法预期 那这时候很惨的地方是什么呢 在魅族的手机上呢 可能刚好怎样 它的实体机体可能比较小 那可是呢 某一款App它可能在一个环境很充裕的 机体充裕的一个环境下开发应用程式 所以这个应用程式的开发者可能怎样 它没有概念说机体呢 可能这样可能会不够用 所以很惨 就像是它在养着 它在新版的神送的手机跑得很好 结果拿到两年多前出货的这个魅族手机就跑不在动 那这时候很惨啊 你知道魅族其实这方面很可怜啊 对不对 明明就是应用程式没写好 那这时候呢 人们就 人们就骂了说 哎呀魅族的手机 不能跑某某知名的应用程式好烂哦 那这时候怎么办 像魅族呢 他就可以做做这种技巧 所以就建设什么 他就是想办法呢 去侦测哪些机体配置呢 怎样是超过预期的 然后从动态去修改一些参数啊 让它放得缩小一点 或者说如果有个程式硬要执行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需要非常多的机体 那时候怎么办 好我侦测到这件事 我去通知 比较不常用的程式 或者我在 当下精肯这样把机体的空中炸出来 就是把什么让 叫其他应用程式 或者叫底层 把机体空中炸出来 所以这时候你可以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讲 降低这个城市崩溃 因为配置不到机体而崩溃的这个状况 那我们称为这样的技巧呢 我们称为叫什么 就是 这样的技巧呢 它就显然它不是为了破解嘛 对 它是为了什么 把这个环境隔离 对不对 所以我们称为这样的一个 一个隔离的环境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避免发生错过的环境 我们称为叫什么 叫做SFI 好 那当然你也可能是为了叫这个做效能分析啦 比方说 我就想要知道 像刚才这个 刚刚那个LS那个例子 我们就想要知道这个机体配置的状况 它配置的多平凡啊 然后我们想要对正下药去调整程式 甚至包含说有些韩式库啦 然后说这个TCMilk 那这个TCMilk呢 是来自Google 你知道吗 这是Google的一个专案 然后这个东西做了十多年了 所以大家都知道一件事 Google呢作为一个 知名的云端公司呢 它其实非常在意这个效能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说Google它的 Google这家公司对电能 能源这个需求非常大的 那曾经有个统计 它是说呢 Google的 它的运作呢 已经占用了全美国 百亿资能人员 人家知道一件事 美国有非常多的工业 对吧 就是有 有这种 太空工业啦 或者是有什么 有这个铁工业啦 汽车工业啦 然后美国还有 各式各样的产业在这里面 那这些产业其实听起来都很好店 但是可怕的地方是好 Google在里面竟然 竟然是占一个非常大的比重 那所以 Google的事实上也有投资 像一些核能啊 或者一些 一些再生能源 那对于Google这么耗电的一个环境来讲话 它其实 虽然有这些新的能力在探索 其实 但反过来 我们可以思考 如果我们有机会让Google原本的程式 可以变快百分之一 在特定的操作可以变快百分之一 那因为Google整体的能源消耗是很大的 它的百分之一会被放大 所以你讲一件事 假设我从头到尾的 就有一万台机器 那一万台机器里面的百分之一 可以获得提升 那其实一样 就是一万台里面的百分之一是什么概念 就是一百台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数字再放大到百万台的话 那就是这样 那就是一万台机器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 这个规模拉大之后 很多数字都跟着放大很多 那所以 我可以有机会用到更少机器 我当然用更少能源 那因为我用到更少机器 更少能源 所以我需要管理的能源也更少 那我需要用到的能源少 我就有机会怎样 把省下的资源拿去做更先进的投资 对不对 那最终有可能让整件事 获得一个正向循环 所以你会发现说在Google里面 会花很多心思 去做编辑器的最佳化 甚至去做像画面中看到这种 真的Maloc这样 在平常很多开发者 可能没有注意到Maloc的效能 但是对Google来讲 即便只能节省百分之一 那只要它是可以大规模扩展 那对Google来讲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好 你在这个画面中可以发现 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在这里 它说呢 就是这个 PT-Maloc 2 PT-Maloc 2 就是GlibC里面内建的这个实作 叫PT-Maloc 2 然后呢 它实际上呢 在这个Penten Penten 4的电脑里面 它需要什么 300个Maloc 2 但是呢 如果用Google特制的T-Maloc 呢 事实上呢 只需要50个Maloc 2 就可以了 所以你发现 技能差了6倍 好 而且有意思的地方是 Maloc 2 这件事 它其实是非常频繁的 就像刚刚我们做的这个实验可以知道 即便是LS这么少的资料 对吧 其实这里面没什么资料嘛 就是这几个小城市 对吧 还有一些 执行其他城市所需要的 中间的档案 可是呢 你可以看到 既然那么频繁的户叫Maloc 那 我们都知道一件事 Maloc这个东西才是有顺序的 比方说Maloc 我完成之前 Free是不能运作的 那同理呢 Free没有完成之前呢 你要 配置到同一块空间 基本上是这样 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要知道一个 这个很困难的问题是在于说呢 我们呢 要如何让整件事变得很有效率 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 Google的TML 我们就做这件事 所以它做很多事情 它其实比方说降低这个Lock Contention 所以在多执行区的情况下呢 可以去避免这个 执行区之间的 这个什么 这些 你说我 我说你这种相互的竞争 然后呢 它也花很多心思呢 去争论什么 其实小的物件 像这种 像这种 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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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记忆配置 然后这些作为调整 然后呢 底下就做很多事情 然后这个 这个你就慢慢看 但是你可以看到说 它的用法 其实很单纯 用法呢 就是读出一侧 用什么 用LD Prelog 你去载入什么 Google 特制的 T7 Mainlog 那它去取代原本的 原本的Mainlog 取代原本的Free 然后呢 T7 Mainlog里面呢 除了作为一个高效率的一个机体管理实作以外呢 它事实上还有个东西叫Hip Check 跟Hip Provider 那这有什么用呢 这个东西有大大有用的 就是其实呢 它帮你做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你可以 这个 你在 载入这个T7 Mainlog之后呢 它甚至可以在某些条件下 帮你建好这个图 所以你可以很容易知道说 这个程式 执行的流程啊 记忆体配置的状况 所以你看这边来讲话 就会很清楚看到这个 在尖峰时段 用了多少记忆体 在离峰时段 它可能是 比方尖峰时段是用到255Mbps的记忆体 那在离峰时段呢 它可能使用到1Mbps 因为你在平常呢 如果用这个 比如说你用这种HTOP的工具啊 如果你看不出来为什么 因为这个记忆体就变化嘛 你看 在我画面中展示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16核 对不对 那16核心的处理处理器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我的总记忆体呢 是48Gb 那已经用到38Gb 但是它其实在移动嘛 那这个取样呢 你在画面中可以看到它是 每两秒取样一次 这个取样其实还这样 不够精准 但是呢 你透过改写过程 提起没用 你就可以很轻松的这样 去追踪到这个机械的变化啦 甚至把这个东西呢 去把它那个 把它量化 然后你可以去追踪那个实际的状况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 我们迈向专业城市开发 这种事情是非常需要的 你工欲散起事 必先利取器 千万不要在21世纪 还用图法链功用 printable这些在写程式 你最起码要用到什么 GDB 你最起码要知道这种 这种Memory Profile 你最起码要知道一些 Sanitizer 像Memory Sentizer Adress Sanitizer 这一系列的工具 为什么呢 这当然简单 我们已经在21世纪了 我们是一个非常在意什么 效率的 我们是非常在意说 你写的程式 是不是能够满足各式各样需求 而且大规模被采用 好 那我们回来看这个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刚才那个Google 那个提示Memory 就是这样子载度过来的 好 接下来 我们想跟大家来聊一聊 就是说这个 记忆体配置 到底是怎么 就是像记忆体配置也好啦 或者说相关的这个操作 到底是怎么去运作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底下有一篇文章 很有意思 看一下 好 从标题呢 你都大概猜得出来 大家干嘛 这叫标题吗 它就是 它去 它去 欺骗 拦截 好 甚至这样 甚至去分析一个程式的运作 好 所以 光看标题就怎样 就有感觉了 那个 GS0长辈说过去很激点话 他说干坏事呢是进步 最大动力 好 其实就是这样啊 好 那当然注意到呢 这个 这文章不是叫你做坏事了 它只跟讲什么 在 在Linus 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机制 好 比方说呢 你看到我这边有个 这个程式嘛 我来看一下 这个程式嘛 呃 你可以看到说 画面中的 的程式呢 它怎么样 它先去 初始化这个 乱数 乱数产生器 好 所以 我初始化乱数产生器之后呢 我每次嘛 我每次就可以呼叫这个RND 这个Function 然后去产生这个乱数 然后我对100局数 所以说确保说 我的乱数呢 不管它怎么产生多少 它一定是介于0 到99之间的数字 好 你想呢 这个 这边有一个什么 这边有个快回圈 所以这边从10开始解决 19 8 7 6 5 4 3 2 1 那到0的时候呢 就怎样 7元 对0 就是认定为什么 认定为 加 FORCE 所以它就停下来 好 那所以你可以想说 哎呦 那我就是产生 产生什么 10个 10个什么 0到99之间的数字 乱数 那你想 哎 这件事跟什么事情相 哎 不就是像那种发牌 对不对 或者抽那个 乐透 对不对 你要抽奖 好 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如果我想要改变这个程式码运作 就是 我们知道它的原始程式码 是长这样 但是我们可能最终没办法改这个程式码 为什么 因为 这个程式码肯定别人的 但是有没有可能在我们自己的电脑里面 改变这个程式的行为 原本我们会产生10个乱数 对吧 可是呢 有没有可能我让这个10个乱数刚好是怎样 就不是在乱数的 它变成123456789 甚至全部都是电底 有没有可能 哎 你说不修改程式码 要怎么做到这件事 好 你大概心里就肯定一个坏事了 LD preload 所以来看一下我们怎么做坏事了 比方说我写一个什么 我写一个RND 那我用这个东西呢 你看这个是西元标准函式库 提供的一个函式 对吧 那我呢 印把一个数字带进去 就是 传回42 所以不管它执行一次两次三次多少次 我就传回42 好 很快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编完之后呢 它叫做 它叫做URND.so 我在每次执行当那个印出乱出的程式之前呢 就载入一个 所以每次印出来就是什么 就是10个 就是都是42 好 那总共就10个 所以你想 我就已经改变程式行为了 好 那当然只做这种事情 你会觉得 你会觉得 没意思了 来看一下我们真正可以在做什么事情 其实呢 比方说 像 像 刚才可能 它不是 总是用在善良的地方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另外一个状况 然后呢 我想要做一件事 就是说 假设呢 我想要 去分析 这个 open 印作的状况 所以你想 我可以实作一个 我们自己open 注意到 我们实作自己open 所以我就可以去干嘛呢 去把每次open一个档案的时候 那我就去追踪 这个open做什么事 然后把这个必要都弄出来 但是呢 因为原本的程式码 可能有些问题啊 那可能没有搞清楚说 这个 搞清楚说 目前的权限 所以比方说 我打开档案的时候呢 原始程式码这样 是用可读可写的模式去打开 可是问题啊 你所在的那个目录 或者有些档案本身就是什么 就是围堵的 它没办法写入 但是你打开的时候是围堵 就是你用可读可写的模式去 去打开的话呢 就会导致失败 那如果open失败 后面就跟着失败 所以我用可能去修正的状态 我尽可能尝试 如果呢 用可读可写的方式 模式打开会失败的话 那我退过去用 用什么 用围堵的方式打开 有没有可能 这是有可能做的 所以你看到这篇文章呢 它就透过什么 LD preload 它透过这个 动态连结器的行为 去调整 好 那 呃 我们休息一下 然后我们 再来探讨这个 更细腹的意思 好 我们回来探讨 LD preload 好 那我们刚才在 呃 这一篇文章 它有提到有 呃 这个技巧吧 就改变程式的运作 然后我们 我们 稍早也提到说 这个TCMidlock 那接着我们来想就是说 这样的机子导 怎么去运作的 这个是 Linux跟 像Microsoft Windows 或者其他的 作业系统有很大的不同 就是 你可以看到说 Microsoft Windows 要做到类似的事情 就是做这个 我们刚才讲这个 Interposition 其实是可以做 但是要 绕点路 你在 网上搜寻一些资料 比方说 拦截DL 可以看到很多 这种相关的材料 但是你会发现 不是那么直观 通常不是一个 一道指令 可能要用很多道指令 反正过来说 像Linux 或是这种 典型的Unix 会提供这种机制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说 因为被 两者这种 思维是不一样的 在Windows来讲的话 很多东西不是那么痛 或者很多东西不是那么直观 毕竟 还要以应用程式为主 但是依赖Unix来讲的话 花很多心思 让你知道什么 让你知道系统运作 然后让你很大比例 给你一个弹性 去调整系统运作 像LED Preno就是这样一个机制 所以你可以去思考一件事 这种Interpositioning 它的在执行时期的意义在哪里 你去修正 修正一个应用程式的运作 或是你去观察 观察会调整 这个程式要怎么去执行 接下来 我们有没有可能 在这个过程中 去分析 分析做这个 整体的 不是一个程式而已 我发现说 它过程中用到这些 函式库 到底做什么事 这是我们更有兴趣的地方 然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LED Preno LED Preno 之所以能够运作 它是要搭配动态连接器 在葛诺的Glibc里面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Diamond Linker 这个名字叫做LDlinus.so 注意到一件事 这个名字会随着 一体架构不同 而会有不同 比方说来看一下 你可以用这个main page LDlinus.so 你可以去man一下LDso 或是叫LDlinus dashlinus.so 你可以知道它是什么 动态连接器 以及loader 然后注意到 有一本书 叫Linkson的loader 你可能有看过这本书 它就讲这些背后的原理 然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你看 这个东西有点有趣 它身兼两只位 就是一个是动态连接器 但是 你看它可以这样 它也可以去 不管是直接或间接的去执行程式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 你看这个用法是这样 这个动态连接器叫做LDlinus.so 然后它可以去载这个program 还记得我们刚才做实验 我们其实在这个 我们刚才不是有个 叫什么 libmcount.so 对吧 我们尝试去执行它是这样 你会发现会遇到这个segmentation fault 但是如果你去执行像这样的东西 你发现什么 好玩的 这个东西竟然是可以执行的 这个东西有趣 对 这个东西竟然是可以执行的 然后所以注意到 so的档的 都在动态连接韩式库 不是每一个都不能执行 有一些特例 像这个东西 它明明就是动态连接 就是它是什么 它是名词叫.so 但是它本意是什么 它是Damanink and Loader 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 显然后面加程式的话就是什么 就是Loader 它就有这两个作用 注意到这个东西是什么 是GDWC特有的 有些比方说像Android里面 Android里面它的里程是Linus 但它上层就这样 它上层就不是GDWC 所以这一套就不能用 所以注意到 在我们今天讲动态连接器的时候 你要先搞懂你的作业系统 以及作业系统上面的平台 比方说你的底层是Linus 但上面是GNU 我说你叫GNU Stage Linux 如果是像这个 底层是Linus 上层是Android的执行环境 它的系统就完全跟GNU Linus 有很大的差异 好 好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就是说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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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Diamond Lincoln 叫LDLinus.so 好 那它的 在 一般来说呢 它是会在这个 在slash lib 底下 注意到这个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lash lib 好 这包含什么东西 这个目录其实它包含的答案非常多元 好 所以像 像刚刚你看到的东西在这里 对吧 就是LD-linus.so 好 除了这里外呢 你有一些东西可以注意一下 好 像说在我这个硬品环境是什么 是属于这个s8664的 好 所以你在这边来讲 可以看到说s8664-linus GNU 好 大家猜得出来 它是 GNU的 直行环境 好 就是linus的核心 好 如果说你进一步去看这个 这个目录的话呢 你会发现 哇好多档案啊 对不对 好 而且你会 过程中你会查到真正什么 真正的LD 好 你看一下这个 看一下刚刚那一层 你看到吗 我们刚刚那个LD-linus.so.2 好 这其实只是一个什么 连结 它最后会连到哪里 会连到这边哪里 好 你看 所以这个是一个 真正的档案在这里 好 然后你可以看到说 诶 这个呢 它会连结到 L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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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吧 就是这个 这个 动态性机械的版本 那这个东西相对比较稀码 它是今年 今年2月的时候发布的 那当然在你的电脑系统来讲的话 就可能有不同的版本 这是我可能发生的 所以以我的电脑来讲的话呢 我是这个 2.27 所以你看到 我们对外呢 提供的东西叫什么呢 才叫做 Linus.so.2 那你会好奇这个2怎么来的 注意到 这个2呢 就跟ABI有关 在我们之前 的 韩式呼叫篇这个 讲座里面呢 其实就提到 这个ABI议题 然后呢 注意到ABI呢 绝对不是说 只是说这个 怎么去连结 那包含说 程式怎么被执行这件事呢 其实也需要什么 也需要 也需要去规范的 注意到 所以你看 像这个Glib系ABI 他就跟你讲说 他要去 提供必要的这个资讯 这个 Application Binary Interface 资讯 ABI 我们的ABI 其实有规范说 这个Function Code 怎么去处理 要带入哪些参数 但是这个东西完完全不够 我们要有一个 执行时期的规范 所以你会发现很好玩 那地方是什么呢 事实上呢 像不同的硬体 表示这是64位的ON的结构 所以要注意到 这个念什么 A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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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不然就是传统的ON 三色位的ON 有XO X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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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8 60 X860 X880 X860 這個X860 X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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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180 X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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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HardFoldingPoint 就是硬體的浮點數 當然有個反過來是SoftFoldingPoint 就是軟體的浮點數 然後你有興趣就可以去查一下 所以你看到這個東西 每一個硬體架構會有對應的不同的版本 這個東西都是規範的 在API 所以注意到這邊講這個Application Bind Interface 其實都要這個Eat 好,那接著是甚麼呢 就是下一個我們要去注意的地方是 這個DAN LINK這個套件 它雖然看起來是一個獨立的程式 但其實它是有什麼 西元的韓式庫要去提供的 它要去跟西元韓式庫要相互合作 所以比方說像我們提到的畫面 都看到這個LD-linux.so 或是Libc.so 這些都是怎樣呢 這些都是在 Glibc裡面去編譯 建構出來的 好,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所以你看我們有這個DAN LINK 它就會去參照LED Preload的環境變數 所以注意到是因為這個DAN LINK參照的環境變數 好,所以它知道有什麼事情了 它知道 在載入我們真正的Libc.so 這邊包含西元的標準還是酷啦 像printf這種東西 在這之前呢 要先去載入我們給定的動態連結還是酷 所以呢 只要這個MAYLOCK是先什麼 先實作在我們的MCOUNT.so之前 好,那它這個LINK就會採用什麼 DAN LINK就會採用我們提供的MAYLOCK 所以它會有點像那個 有點像PATH這個環境變數一樣 我去指定說 假如你去運輸你的PATH 好,然後你看這個PATH 這個中文翻譯叫做搜尋路徑 就是說我也先從我的BIN目錄開始找 再去找系統的BIN目錄 然後你看像我的電腦裡面 這台電腦有安裝GOL 所以最後來講 我就安裝一些GOL的套件 所以就指定搜尋路徑 所以我在找路徑的時候 那些易抓 以GOL的路徑為主 然後接著去找系統的 然後有些東西不是很重要 什麼LUSER GAMES 這個平常都在打遊戲 所以可能就會抽尋到 好,然後這個 這裡好玩的地方就在這裡 就是說 事實上這個 DAN LINK就參照LD PATH的環境變數 去決定 決定要以哪邊的符號為主 然後呢 即便 DAN LINK已經決定MAYLOCK 用哪一個韓式庫提供的 但是呢 我還是可以透過DLCIM這個 我去載入 LIPC.SO裡面的這個 MAYLOCK 所以回過來看一下 剛才做的事情 所以你看到 這東西很老玩 只要這東西是放在這 MCOUNT.SO 然後透過LD PATH去載入的話 所以我就可以想像說 我的原本的程式 不管是什麼樣的程式 它就會以我們這邊 MAYLOCK為主 然後呢 我MAYLOCK當然可以不做事 但是 如果你完全不做事的話 會發現 當然程式就 很大比例 就不可能會執行 這是很基本的事情 所以我們一定要有個真正的MAYLOCK 所以我們其實是這樣 我們去LIPC.SO裡面載入起 載入起這個MAYLOCK 好 然後呢 注意到這個行為 是不是可以關掉 其實可以關掉 所以事實上 這個 在LD裡面呢 就是LINK 注意到 LD是LINK的意思 那你會好奇說 為什麼不是叫LK 或是叫LD 你有興趣可以去查一下 背後有很多 很多這種故事的 好 如果你去查這個LD的手冊 你會發現說裡面呢 有一個 有一個參數 這個參數呢 有點意思 就是說呢 它的 這一個 如果你用這一個 Symbolic Function 這一個 連結參數的話呢 好 那會導致什麼事情呢 這會導致說 我們的這個 最終的程式 它不會去理會 不會去理會這個 LDPRIDO的 那個要求 有可能會遇到這種狀況 所以就知道 那在底下呢 有一個 比較長的討論 你可以稍微用一下 注意到呢 我們今天講這個議題 我們今天講這個動態連結 其實它跟 作業系統的行為 有很大的關聯 那你說 這好奇怪喔 就是說你明明在探討西語言 那為什麼一直跟我講作業系統 一直跟我講這些東西 那很不見 這就是 我們講 動態連結呢 它其實 它是在這個 城市語言 以及城市語言實作 還有不然說 執行環境 裡面非常 重要的一環 所以不可能不去探討 但是麻煩那樣是 如果你要探討的時候 你往往要探討好多個 作業系統 比方說你看 我們剛才講到的 作業系統講說 有什麼呢 有Linus 還有Lindos 我至少講了這兩個 那你說 我們學一個西語言程式 為什麼一定要了解這個東西呢 這當然簡單 因為你會希望你寫出來 西語言程式 可以在Linus上去做 把Lindos上去做 當然針對Linus跟增入Lindos 一定有幾些地方 需要調整 不太可能完完全不改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說 你有可能會遇到的狀況 就是 同樣在Linus上 有可能會給定到不同的參數 或者做了一些調整之後 會有截然不同的行為 有沒有可能 有 所以這時候 你了解這些 Linker Loader的運作 就非常關鍵 好 你可以看到這邊文章 然後就來看到什麼 看到這個 Symbo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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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ction 的運作 好 那這邊他就跟你講說 像這個LDPreload 然後跟你講到這個Plt 跟GOT 好 一樣這個東西在什麼 在 你所不知道的西語言裡面 我們有提到這個東西 好 這個 這個 我們提到 哪一張呢 好 就是在 對 就是在我們今天的這個 動態連結器跟執行行行為 那其實就是 我們接著就會來探討這個 這個地方的細節 好 但是這篇文章呢 你可以快速當一個指引 然後就跟你講說有這個POT 跟POT 那所以你可以知道 一個Function 能夠運作呢 它絕對不是只有 絕對不是只有這個 什麼 這個Function code 不是只有這個 韓式呼叫 也不是只有這種 避回的東西存在而已 其實它有非常多環節 比如說這個 稍後我們探討的 GOT 跟POT 那這邊呢 就更形象的去跟你介紹 中間的運作 那這邊 你一定要去看 這個非常 非常值得探討 你可以在裡面 可以學到很多這種 底層的這個 運作機制 以及 可能會解答你一些 在看到Github 然後是一些 Open Source 程式 看到一些 運作的機制 好 然後呢 這邊有一篇文章呢 給大家看一下 這文章是什麼呢 就是在 更換 在執行時期呢 去更換 更換 更換那個程式 程式的行為 好 然後 所以比方說 你 你把 HR 跟 MN Set 把它換成 自己的版本 好 那你就用這個東西 來觀察 觀察這個 它的運作 好 然後除了這以外呢 其實有很多環節 很值得去思考的 比方說 你有沒有機會去分析 還是什麼 分析你的這個 基礎管理 好 還幫你說 用這個 Bunction Interposition 大家可以做什麼事 好 接下來我們來講另外一個 一條 尤其在 如果你已經 是 工作 而且是在開發 或接觸 遷入式系統的 朋友 你有時候會看到這種訊息 好 就是叫 No such file or territory 那你看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它 明明就跟你講什麼 這個訊息就跟你講說 檔案沒有 好 但是你會覺得奇怪 這個訊息呢 那玩的地方是 在 執行的時期 遇到的 所以 這個訊息發生的時候 有時候會很苦惱 尤其是什麼 做遷入式系統 人家覺得奇怪 遷入式系統來講 一個程式 你知道它是動態連結的 所以如果它需要 Lib A 那你就把Lib A 放進去 那之前的時候發現 少了Lib C 就把Lib C 放進去 那Lib B 少了就把Lib D 放進去 對 很多人的工作的地方 都在做這件事 可是呢你會發現 一個程式 不管放了多久 多少Library 再怎麼放 它還是顯示這個訊息 這時候你就要很緊張了 你就要很小心了 因為少的東西 可能不是一般的 韓式庫 有可能少的東西就是 Diamine Link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在Linus Kernel的 這個核心程式碼 那在這邊來講的話 我幫他載入這段程式碼 那這段程式碼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說呢 它其實規範做什麼事情呢 去跟你講說 EF 的執行檔 到底是怎麼被載入以及執行的 那看這段程式碼的內容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標 就是那個開頭註解 我們看一下它開頭的註解 他說的一件事 這段程式碼是很早期的程式碼 好 從畫面中你可以看到什麼事情呢 他說底下的這些方形呢 它的用途在幹嘛 它是來載入 EU格式的執行檔 那這個東西其實呢 很早就定義了 你會看到這個SVR4 注意到這不是車子啊 不是那個啊 不是那個什麼房車啊 不是啊 這個有什麼R4也好 R5也好 這個都是吧 都是UNIS 注意到呢 就是說我們講的UNIS呢 是講是吧 是有商標的 就是AT&T的商標 所以注意到呢 這不是念V 不是 不是System B 這個還念System 5 因為以前是有版本的 以前有第一版 第二版 第三版 好 所以注意到呢 這個東西呢 它有 比方說System 5 R R4就是 R4比較什麼 Release 4 那System 5 縮寫叫RV 你要念R5也可以 這個東西是什麼 就是講它那個 發布的版本 注意到呢 這個東西為什麼經典呢 因為它是一個商業化 就是System 5 是第一個商業化的UNIS 更加到以前 Ken Thompson 跟Denis Rich 寫出來的 UNIS程式 讓各大學啊 還有很多機構啊 公司啊 去採用 因為那時候是沒有真正做商業化 所以一開始那個 AT&T對 Fail Lab 這些新的 當作沒看到 或者說真一隻眼 或者當作 單純的學術交流 但是從System 5 以後就不一樣了 System 5 就是這樣 就是它是商業化的 而且它的商標 而且 以及包含說它的定價 就非常的高昂 你有興趣可以去查一下 那個 在80年代呢 這個System 5 的那個售價很高昂 等於買一台 買一台 主機已經很貴了 印尼主機很貴的 UNIS的授權呢 在當時需要2萬美元 即便是2萬台幣 你都覺得多 根本比如說2萬美元 它一個非常高的金額 而且它對你的一些使用 還有一些規範 好 那總之呢 這個東西是什麼 System 5 R4 上的什麼 上的機器 它就是規範這樣的格式 好 好 有些需要可以去查 這個UNIS System 5 它的投入蓋 描述說這個 表述這個 這樣的一個 執行檔格式 好 那所以你在這個畫面中 可以看到什麼事情呢 就是在 作業系統 其實會提供 程式載入式 所以注意到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議題 好 執行一個程式 哪怕是一個Hello 這樣的一個單純的程式 它不是那麼簡單 不是說我一個什麼 User Space寫什麼 厲害的工具 然後它就結束了 不是 今天觀眾可以發現 什麼 你要想的事情真的 真的還蠻多的 好 今天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張程式碼裡面 你可以找這個 intrp 好 那麼 在這邊來講話 當然這個程式碼有些出路 因為 INIS的版本一直在改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這幾行 你看784行 這前面前後 在做什麼事情 好 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方學 它的名字叫做 Low的EF binary 顧名是一種 它就是把EF的格式 把它的程式碼 把它載入起來 像這種東西很多 比方說 像我們剛才這個 剛才這個 我們檔案 LibmContent 對不對 這寫來 你知道嗎 它也是EF的格式碼 對不對 好 所以你可以猜得出來一件 就是你不用彩量 它就明顯 所以這很顯然對吧 這是Linus核心裡面 再講一次 這段程式碼是Linus核心裡面 然後Linus核心裡面 就有一段程式碼 是來載入EF格式的寫行答案 好 那我們中間忽略掉很多細節 畢竟這個東西其實還蠻細節的 但是呢 讓我們有興趣的一張是什麼 剛才的750行 來看一下750行 750行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一個PTINTRP 這個INTRP是什麼的縮寫呢 是這個字的縮寫 叫做Interpreter 顧名字就是一個直譯器 這時候你會覺得奇怪 我不是一個執行黨嗎 我不是透過GCC 或者透過編譯器 產生一個執行黨 為什麼還會有一個Interpreter 這個東西就很有趣了 還記得我們在剛開始 我們提到一個東西 叫Pico 還記得這個Pico對不對 所以你想像Pascal這樣的一個程式語言 它會搭配一個Pascal compiler 那Pascal compiler在做什麼事情 把Pascal的原始執行黨 把它轉譯成一個中間碼 這叫Pico 那有了Pico之後呢 我再用一個什麼 直譯器去執行它 就是一道直譯器的一道直譯器去執行 那這個東西我稱為叫Pico 它涉及到它本上就是一個虛擬機器 它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想像中的CPU 但是在我們這邊來講的話 顯然是不同東西的 但是為什麼還是需要一個Interpreter 來思考一下 我們這是在傳播 所以事實上這個Interpreter很有趣 它其實是一個什麼 它去解析這個EF執行黨 裡面需要哪些資源 所以 雖然它名字叫Program Interpreter 但是它的存在是來什麼 是分析我需要哪些協助 所以你看它Interpreter來找出什麼 它需要哪些 共享還是庫 動態連結還是庫 所以你看這個東西 就有點意思了 我今天一個執行黨 它會指定一個什麼 會指定一個 它在執行裡面 會有一個Program Interpreter 然後 這個Program Interpreter的作用 就是來解析 分析一個程式 它需要 就是中間用到哪些Share Library 好 比方說我們今天有一個 我來看一下 比方說有一個執行黨叫PTP 這PTP用不掉 就是像畫面中這個程式 然後它編譯之後 會產生PTP這個執行黨 它有一個EF執行黨 然後你可以用這個工具 綠的EF 然後你可以去解讀它 那P 綠的EF之後 你可以 顯示非常多資訊 但是不用慌張 很單純 你就看 你看得懂東西 然後我們跟 INTRP 對不對 這邊有一個東西 INTRP 然後這時候好玩 這時候你看 它這邊有一行 叫什麼 Requesting Program Interpreter 那你發現 這不就是我們剛才尋找的 半天爐 LD Linux S8664 SO.2 對吧 就是我們去找半天爐 對 好 所以你可以想一件是 什麼 我剛才有一個程式叫做PPP 它其實在還沒執行的時候 注意到 這是在執行黨裡面 它就是指定它的 Program Interpreter 對吧 好 我去指定這個 Program Interpreter 那這個 Program Interpreter 它本質上就是什麼 它就是一個 Linker 動態的Linker 也是動態的Roder 然後所以我去決定說 我要去載入 對應的 像Libre C.SO 或是其他的韓式庫 然後呢 幫人說Libre C.SO 這個東西到底是描述在哪裡呢 好 這時候又有點虛偽了啊 所以這時候就要去找Libre C 好 那當然 這裡面有很多Libre C的描述 但你可以看到 在這裡 你可以看到什麼 在這邊好 這個反白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什麼 Libre C.SO.6 你可以看到什麼 一個程式在執行之前 其實它就會有什麼 在執行黨會有對應的描述 這也是為什麼有DF格式 這些東西很重要 它去規範了什麼呢 規範了說 一個程式 執行的時候需要哪些資訊 再來是描述它的API 在畫面中可以看到 它是屬於什麼 它是屬於這個 7層5的API 的ABI 最大不是P 是D 然後它是什麼架構 這上面是什麼DTLNDN 它的補述系統是 1補述2補述 就是這些這種資訊 然後呢 包含說 裡面個別的內容 有哪些資訊 所以注意到呢 我們在 很多人在學習的時候 尤其在學技代的時候 會被告知說 電腦是0跟1的組合 這句話 在我的認知 就是不太對 因為其實 它忽略太多細節 一旦一個東西 被過度的忽略的話 其實很多時候 它已經沒有 沒有學習的必要了 電腦的確 它是從0跟1出發 但不代表說 電腦只有0跟1組合 我們在電腦 其實很多時候是把 藍的思維 把它轉換成 機器可以的確的方式 而且 我們見過這個機器的時候 人家考慮到剛剛 對 它也有個彈性 一個程式呢 它會可能需要什麼 需要一個對應的 Node 就在資訊室載特定的程式出來 我載入一個程式之後 我要怎麼確保我載入的程式 可以搭配信用程式去運作 這是一個很困難問題 但是我們要去 這也是我們 知道我們去思考的地方 好 接著來跟大家 談一下這個什麼 談一下這個 相關的一些材料 有一本書寫得非常好 叫做Bunny Hacks 那它是幾個日本朋友 幾個日本朋友 幾個日本朋友 這個傳集的書籍 然後它有繁體中文的翻譯 它的翻譯叫做 《駭客密集100拳》 那顧名思維就是 它繁體應該是 就是 《駭客密傳技巧100招》 反正是這個詞 好 那這本書呢 是2006年出版 它是一個非常好的書 唯一的缺點就是 它有些技巧已經 不是不能說過時 就是因為作業系統 已經有很大改端對不對 2006年的Linus 跟現在Linus 差了十幾年 差了一輪對不對 以生效來講 已經差了一輪 所以有些內容是過時的 但是技巧還是可以用的 所以說你讀這本書的時候 要小心點 因為有些東西都動不了 而且要知道一件事 這本書呢 寫於2006年 當時主流的X86還是32位 可是今天 今天的主流的X86是怎樣 是X8664 64位 所以注意到 所以這本書裡面有些內容 就會失效 但是這不會影響到你閱讀 因為它還是一個非常好的書 一直到過那麼久 還是很值得一看 那大家Already出了書 那封信是一個圍棋的樣子 然後有非常多的開發者在這裡面 好 那它一開始就從Hello World開始 那提到這本書呢 就我提到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講座 我在2006年就這本書出來的時候 出來的前後 我剛好也在花很多心思來探討 一個像Hello World這樣的一個城市 到底是怎麼編譯的 怎麼連結的 怎麼執行的 那剛好就跟這本書的作者探討內容很像 所以我們後來在網站認識之後呢 這個其中裡面有一個日本開發者 特別送了一本 就送了這本書給我 當然顯然是BineHack 這個日文版的書給我 然後我對日文的掌握度很低 但是就是說 他就很有耐心的跟我一些分享經驗 所以我在2006年 以後呢我持續辦一個叫 深入潛出Hello World 深入潛出 就是這樣的系列 那當然當時很多投影片已經過時了 也許在網上可以看到一些影片跟投影片 然後我們在你所不知道的系列裡面 也會陸續把這些相關內容拿出來探討 好 那你可以看到說裡面講的東西非常深入 包含說什麼系統呼叫 這個畫面要講系統呼叫的 然後又跟你講說 像這個執行檔的格式 然後包含說 剛剛用READ EF 這種工具看到內容 實際上又做什麼事了 然後比如說 系統呼叫怎麼產生的 然後中間需要哪些調整 然後執行檔格式 然後包含說 怎麼去載入這個EF 很多 很多 好 那注意到這邊講的東西是30歐元 所以如果說你在你的環境上要做實驗的話 需要做一些調整 然後甚至還有東西叫什麼LD debug 這種東西 你看那個那時候LD的版本 那時候GDBC的版本 因為LD的版本就是GDBC的版本 你看到當時是什麼 2.3.6 但你看他現在已經進化到什麼 就是2.17 18 或者23 很多了 差異非常大 畢竟都已經過了12年 好 然後呢 這本書裡面寫的東西 非常值得 非常值得去看 然後再來是 這個 這篇文章也很好 也很值得去看一下 E of Hex E of Hex 這篇文章呢 它就是整理 整理說它裡面都可以運作 然後 也不至於叫奇蹟影響了 這就是一個 這個詞彙 但是就是說 它現在就跟你講 看到很多的議題 然後你可以先從一些關鍵詞開始 就是了解說它是用詞 然後說我們剛才有提到這個像 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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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個B Spotting 這樣子的東西 看這個 這個東西在 這個運作 好 然後 我們休息一下 好 在探討完 E of 的 Loader 以後 那我們接下來來 溫習一下 之前學習的議題 在你所不知道西元裡面呢 有一個叫 叫做 編譯器 和最佳化原理 那這邊呢 我們有提到一個 投影片 也許你看過 好多次 就是講說這個 如何從原始層次碼到二金位 好 那在這個投影片裡面 其實我們有一些議題 其實還蠻值得去思考的 來看一下 裡面其實有提到一個議題 叫做 叫做 Compilation Unit 那這個東西呢 縮寫叫 CU 那我想就是說 Compilation Unit 在做什麼事 然後看一下 這聽起來好像很專業 其實這個東西 你不用很專業的程式開發者 都會接觸得到 在西元裡面來講的話 每一個點西檔 都被視作一個 邏輯上一個獨立單元 所以比方說 比方說我在我們的 這個木屋裡面 我有好幾個 我有好幾個點西檔 那這個裡面有 比方說這四個檔案 你可以幹嘛呢 你可以用 GC點 點西 這樣叫做這個 ARG點西 那你就編 編完呢 它就產生什麼 ARG 想說有ARG點西 ARG點O 那點O寫來是什麼 是我們剛剛產生出來的 那通理呢 那我這個什麼 我也可以去編 編這個PP 點西 好 好這個編失敗 那這個會成功的 Matele卡 好 比方說 嗯 Matele卡失敗 嗯 open oh open 嗯 偷懶一下 這個東西寫錯 先偷懶齁 很重要的意義 先把它編過 好 那你可以看到說 這邊有個什麼 Matele卡 c 跟點 點 點 所以這個你可以看到 什麼事情呢 這個 我不管是編譯 哪一個點西檔呢 我在 GCC -O -C 的時候呢 這個C 這個編譯下面 就是這樣 我各自的邏輯單元去編譯它 所以當然就會輸出 對應的object file 好 那所以注意到這個觀念 這觀念就是說呢 我們讓每一個 邏輯單元 在編譯的時候呢 是獨立的 好 所以 如果說你對那個 GC 不是GC 就是對那個 GNU Make GNU Make 比較熟的話呢 注意到有的東西叫減接 好 就是說呢 這個接應是什麼呢 是job的意思 就是說 我把編譯這件事把它切割成 若干的部分 為什麼可以切割成 若干的部分 倒很簡單 為什麼 因為在CM編譯器的設計來講 是這樣 是每一個點C檔 都是個獨立的東西 所以每個點C檔的編譯都是獨立的 在Linking之前都是獨立的 所以我可以分成這條線 這條線 這條線 或者我分成這個 好多個不同的Pudget去編譯 所以它概念很單純 就是說 它每個都是獨立的單元 好 這個每個東西是獨立的 但是之後很難很難一定是獨立的 好 倒很簡單 你看 就是 只要不是Static的權益變數 它就不能隨便去刪去 好 所以比方說像剛剛那個東西 剛剛那個東西呢 叫Malloc Account 對不對 這已經被我們砍到面目全備了 沒什麼功能 可是呢 這個Symbol還是要存在 注意到 Malloc這個Symbol 還是終究要存在 為什麼 因為我不能確定 其他的Compinization Unit 有沒有用到這個 用到這個變數 用到這個Function 用到這個Symbol 所以 在我們來講的話 只要它不是Static 我就必須把這個符號留下來 好 反過來說如果呢 它前面標一個什麼 標一個 標一個Static的話呢 那我們就認為是什麼 它是一個區域的變數 好 那我們就 那邊編器呢 就可以放棄的把區域變數 就是 不要把它保存在最終產生在ObjectFile裡面 好 那所以這個 關鍵的地方在哪裡呢 就是說 我們 要需要去判斷 這個Compinization Unit 好 然後呢 這裡面呢我們就要講到一個 一個背景知識 其實早期的吸引編器呢 是沒有的吧 是沒有pre-process的 就是沒有那些Include 那些Define這種東西 是沒有的 這件事一直拖到1993年之後才有 好 然後注意到 那所以之前的機制呢 是怎樣 之前機制是 之前吸引層是怎麼編譯的 很簡單 就比方說你目錄裡面呢 你目錄裡面有 有四個檔案對不對 你會發現有 有ARG.C CPUID.C 還有PG.C 這早期的C編譯器是 先要求 開發者先把這些點C檔 先把它合併成一個點C檔 然後我再合併它 那這樣的話呢 有很多缺點 對不對 比方說 合併的時候呢 有些符號呢 就會這樣 就會衝突了 這是一個 然後再來是 你這樣很難很好的模組化對不對 比方說我希望什麼 我希望ARG.C的內容 它不需要重複的編譯 但是如果說你先把它合併 先把它變成合併很大的點C檔 所以ARG裡面的程式 它合併多少次 就需要編譯多少次 這件事情很沒有效率 反過來說如果把每個東西看成是 獨立的Compidation Unit 那就單純呢 我在編譯ARG.C的時候呢 我同個時間可以編譯PTP.C mcount.C 對不對 我可以在同個時間 分成若干的任務 這也是 在GnuMac裡面呢 我們簡介是 是Job的意思 它就是 它是若干的Job 它雖然它做的東西是什麼 它是做這個 平行化對不對 但其實它就是從這個 工作的切入開始 好 然後呢 我們知道這個 背景知識呢 有什麼 有什麼用呢 你可以知道一件事 在 相對比較早期的 也不是早期的 就是說 相對早期很知名的 這個Units 叫Digital Units 那Digital Units 後來叫做 True64 True True64 Units 它其實已經很久沒有開發了 它最早是在1995年出來 這距今將近30年 注意到 這個作業系統 對現代 現代的這個作業系統 影響非常非常大 然後呢 它也稱為叫做Digital Units 然後它是由這個 Digital這家公司 DEC DEC這家公司去發展 那我們現在有很多 很多知名的這個 知名的這個 Units的機制 其實就是在這之上去開發出來 好 那裡面有非常多 創新的成分在 那你可以去參考裡面 然後呢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 在 裡面呢 它有一個東西叫 OSFMK 有一個東西叫做 Open Software Foundation 注意到這個東西跟 從中文翻譯會覺得說 開放軟體基金會 你會覺得 好像在做三次 注意到這不是 它是一家工業標準 它是被Units公司在弄的 因為當時 1980代Units的陣營 分得非常多派 那 OSF就是其中某個陣營 然後他們去推 基於 Micro Kernel 之上的Units 所以注意到 你看這個很好玩 這個是卡尼基民族大學 他們開發一個 Micro Kernel 叫Mark 那他們在Mark Micro Kernel上面 在運作一個什麼 OSFMK 在上面運作一個 一個 就是運作用Micro Kernel 上面運作一個Units 好 那這個東西 為什麼很值得去看討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創新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裡面 當時文件還存在 來看一下 在它的C C Language Driven menu 裡面就提到這個 要什麼呢 他說每一個C的編譯 基本上是一個什麼 一個Logic Unit 然後編譯過程彼此 彼此不會衝突到 好 好 然後 如果我們看得更細的話呢 你會發現說 就是 更細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 看到 看到這個議題 好 就涉及到一個 叫Scope 就是一個所謂的 有效範圍 好 我來思考一下這個 有效範圍 有效範圍呢 其實你看這個議題 就是說 我們Compilation Unit的存在 它其實 在過程中呢 就要去思考 思考說 第一個 它是不是stake 好 像剛才提到那個例子 現在提到這個made of count 好 比方說呢 你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你可以在這邊加一個stake 好 那這邊加一個stake之後呢 這個made of count 這個symbol 它就怎樣 它就只能在 同一個compilation unit裡面看得到了 好 反過來說如果我把 我沒有上面加stake 好 那這樣的made of count 這個symbol 就是什麼 就是在 這一個compilation unit 以及在其他compilation unit 也看得到 只要link有做 就是 如果有link四個檔案的話 那 這個symbol 就可以在 四個compilation unit 都可以 都看得到 所以注意到 注意到這個觀念 好 接著呢我們來思考 更細緻的問題 來看看 這個細的問題 就是說 combination unit 這個CU的存在 其實呢 它讓什麼 變異過程變得更迅速啦 而且模組化程度會更高 但是 有可能會導致 潛在最佳化是沒辦法做 做 施加最佳化 怎麼說呢 好 比方說呢 再回到剛剛這個例子 如果呢 最終 maylock這個詞符號 就是沒人用 或者說它裡面就是空空如是 對不對 像你畫面中看到這個東西 它就是空空如是 那根本沒做事的 好 可是呢 你會發現有程式呼叫了maylock之後呢 其實它是沒做事的 可是我編輯器呢 又要產生什麼 針對maylock這個symbol 針對這個function 去產生對應的程式吧 然後呢 呼叫到maylock的function呢 我還是要做什麼 還是要產生對應的程式吧 而且呢 我沒辦法 在編輯時期把這個 因為maylock就是空的 我不能把它消除掉 因為你不知道其他combination unit 會不會用到呢 好 同理其他的function 如果用到maylock的話 他也不曉得說maylock裡面是不是空空的 因為每一個compination unit都是獨立的 所以你看 這個東西如果是maylock的話 我用到maylock的function 叫做A 他 在編輯時期 因為這兩個東西是獨立的 所以他不可能知道對方是空的 好 就跟 你不念完大學 不曉得大學教東西是跟你想像中不一樣 對吧 你問一下說 我上來大學就會學東西 所以你來了 好 但是大學不見得會讓你學到東西 對不對 這顯然事實 那你在畢業那一刻 接近畢業那一刻 我看到事實了對不對 早知如此 我應該 之類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問題呢 很有意思好了 它其實會阻礙了這個 最佳它的空間 所以注意到 事實上呢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呢 其實有機會解 好 接著我們來跟大家談一個東西 叫做LTO 那它的權名叫Linked Time Optimization 要注意到一件事呢 LTO是現代 編輯器最佳化 一個不可缺少的環節 然後在我們這個 你所不知道的西語言裡面的這個什麼 編輯器以及最佳化源裡面呢 其實有提到這個議題 然後 但當時沒有講那麼深入 所以我們來 接著大家看更細部的地方 這個LTO呢 顧名思義就是什麼 在連結時期做這個最佳化 那你看 我們剛才提到例子 這是一個Compulation Unit 這是另外一個Compulation Unit 我們進入兩個CU 可是它在編輯時期 都是獨立的 所以它不能看到彼此 所以即便說裡面有最佳空間 其實是怎樣 但原本的機制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們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可以在連結的事情 所以就是說 比方說這兩個點多檔 不要Link成最終的一個執行檔 比方說Hello 我們在連結那個階段 去施加最佳化 那最簡單的最佳化是什麼 就是如果你在意效能 你可以把很多很執行的很平凡的程式把它展開 把韓式展開 像Macro一樣 像巨集一樣展開 以前巨集展開是在pre-processed做 但是如果有一個方式 不要說你去思考就是 不要說ABS ABS這種方式很平凡 那如果說它呼叫的次數非常平凡的話 那我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把ABS的實作 ABS的實作很簡單嘛 就是 比方說 比方說 一步 s s 小於0 比方說什麼是 s 等於 這樣 然後最後一個 比看x 所以就是說 原本這個 ABS的實作很單純 那你看 這段程式碼 它很單純 但是它有趣的地方是 這段程式碼執行的成本 好 這一段 這個程式碼 這個程式碼的成本 很可能會比什麼 你的韓式呼叫的成本來著什麼 來著低 注意到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在 我們為什麼要特別獨立的單元 叫做韓式呼叫片 因為太多人都忘記了 忘記什麼 韓式呼叫是有巨大的成本 就是它成本不低的 即便有很多編譯器可以幫你做追加化 但你要知道一件事 我們的韓式呼叫的時候 要做什麼事 要去傳遞你的韓式 對不對 你要有追蹤你的 返回地址 然後你還有這個 還對你的區域變數 可是有意思地方是 如果你的 常用的方形像ABS這樣 它非常簡短 所以我今天這個參數的傳遞 我今天這個堆疊的那個控制 這些東西 它耗費成本很可能這樣 都比畫面中看到這段程式 把它來著大 與其這樣 我還不如怎樣 在連結時期把它展開 所以如果你可以做到這件事 在連結時期展開的話 就是這樣 這就是一個 link kind optimization 然後注意到 今天我們講的編輯器 像Claim也好 或是G77也好 之後都有支援什麼 都有支援這個LTO link kind optimization 然後很有意思的地方是 link kind optimization 如果有善用的話 它有機會怎樣 大幅縮減 執行時期的 就是載入時期的時間 比方說 在Fivebox裡面 就有做過這個LTO 看一下 嗯 比方說呢 比方說呢 我會加LTO 你要加一些分別字 加occupization 然後 這個 好 今年五月的 美容 好 那你可以看到什麼事情呢 那在這裡面來講話呢 它就提到什麼 提到這個 跨越語言的LTO 所以它這個是那個 Fivebox裡面很在意的事情 那 如果你對Fivebox開發 不是有概念的話 Fivebox呢 來講話呢 一開始是用西加鑽寫的 但是後來呢 有一部分的程式碼 開始用什麼 Rust去鑽寫 然後呢 這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雖然有 可能有兩種不同程式語言 但是呢 你可以透過什麼 一個共通的語言基礎 好 還記得我們剛才講的 共通語言基礎吧 還記得那個什麼 法蘭克口音 對不對 意大利語生物的法蘭克口音 所以這個 這個 這個叫 叫做Lingua Fricant Lingua Frequent 就是跟講 這個 這個議題 所以你看 這個我們講 動態連結呢 其實有考慮到這個議題 就是什麼 包含說 跨越語言 LTO 好 那如果你繼續查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說 它的這個 載入時間呢 也有很大的變化 哦 剛好是最近新聞 應該是 放下哪一邊好 這一個 應該是指向鋒一片好 應該是指向鋒一片好 Bi-Pass內部引擎 叫做Mozilla 所以今天我們講 Bi-Pass也好 講Mozilla 基本上在這裡 我們講同一件事 好 然後這裡呢 很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你會發現 有趣的Case 它說什麼 在Linus上 打開這種LTO 還有PGO 這種最佳話呢 你會發現什麼事情呢 在 這些主派呢 它會發現說 它有機會帶來什麼 百分之十八的效能提升 好 你要注意到一件事 這個 LTO也好 PGO也好 它是一個動態的 的最佳話 就是說 它是一個 就是 它基本上是 在你的城市以外 做的最佳話 所以換個角度去想 是什麼 Mozilla的團隊 在完全沒有 在沒有變更城市碼的前提下 它只是改變了 改變這個編譯器 沒有改變演算法前提下 沒有改變 史座上做了什麼很大的 調整的前提下 那 只是改變編譯器的選項 改變連結器的選項 打開LTO 就可以改善百十八 這是一個非常 令人震撼的一個訊息 好 然後注意到 可是LTO也不是這麼神奇 那事實上也有人 也有人在爭議它的音響 所以幫我說最知名的案例就是Linus Kernel Linus Kernel 關於LTO的討論一直到現在 其實還是有人在做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LTO 它的在Linus Kernel 它其實還是 好 直接講階段 你可以看到說 沒有LTO跟LTO的話 其實很簡單 就是 如果你是要想要跑在 那個什麼 STM 3 2這種Micro Control上 然後呢 你會發現什麼 沒有打開LTO 跟有打開LTO 竟然差了百十二十二 非常非常大的一個影響 那 所以你可以看到什麼事情 就是 這樣的一個最佳化 其實這樣 是有它存在的道理 但是 某個角度來講 它會有些影響 所以注意到 我們今天講這個 講 雖然我們今天主題 不是在講這個Linus 怎麼實作 但是呢 你可以發現什麼事情 我們邁向一個專業的程度設計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需要做一些 針對情境 針對一個環境去調整 好 然後 接著來跟大家談一下 什麼呢 來談一下這個 就是在這個環節中 我們可能要知道一個議題 就是一個 更內部的 細部的設計 還是圍繞在這個Compilation Unit 然後 這邊有一邊很重要的一個文件 也許你有看過 這一個是 INRIA INRIA是法國國家資訊劑自動化研究院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什麼 很重要的一個 在法國是一個非常 就相當於我們台灣的中文研 但是 他做的事情不是做 是做研究 他有很大筆 你會想像中文研究加工研究 這種單位 他做的這種 科學工業的發展 然後 這一份文件 它高達320頁 那 強烈建議你一定要看 因為這文件很棒的 剛才是 它是活著的 你看到 一直到今年都還在改版 是吧 它是活著的 活著的東西 所以 有空去檢查一下 它有沒有變遷 那裡面講的東西是什麼呢 你看它標題 還寫Modern C 你講到現代的系列 怎麼去發展 那其中 我幫你畫重點 就是跟Compilation Unit 有關的地方在這裡 他跟講什麼呢 他跟講說 這個 scoping 就是說 我們一個symbol 要怎麼看待它 所以 這邊在講說 一旦有一個 物件被宣告成什麼 Static Constant 那這樣的話 編輯器就有機會去 去施加一些最佳化 比方說 我們今天有一個 變 Integer 它是42 比方說 int i-42 那如果 你前面加一個 Static Constant 對編輯器來講 就很有趣了 它這個效果 就跟句集是一樣的 所以 編輯器可以放心的 這樣 放心的 看到這個x 就換成42 因為我們要處理x 涉及到 這是什麼 涉及到 是機體操作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操作的東西 是一個42這個數值 它大可 直接放在暫停器 所以編輯器 要做最佳化的空間 是有的 那問題來 如果呢 它今天不是 不是Static Constant 而是 Constant Int 42 那這樣的話呢 那編輯器 就不見得 能夠做剛才的最佳化 這倒很簡單 因為什麼 因為 我要缺少說 其他的Compilation Unit 要看得到這個變數x 好 我不能缺少說 其他的Compilation Unit 會不會用到Extern 對不對 用到Extern這個關鍵字 然後就怎樣 就變更到X內容 有沒有可能 有 編輯器必須要做這樣的假設 它不能 因為說我們做的最佳化 導致結果完全不同 好不行 好 所以呢 好 就像剛剛講這個例子 好 你看喔 這邊來講話呢 我有個結構叫做 ListElement 然後 雖然這名字叫Singleton 然後這個就是Extern來的 所以你看這邊來講話呢 這個 像這樣的話呢 就有點尷尬 看到這個東西 我一開始宣告成Extern 然後呢 這一個 這個議題來講話呢 我們不曉得說 我們這邊有做 給定的數值嘛 給定的零 它是在 一開始的一個元素 可是問題來 因為畢竟這個東西是怎樣 畢竟這個東西是Extern 對不對 它真正的一個實作是在其他地方 但是我們在用的時候 這樣子 這樣子用 那表示編編器必須要怎樣 相對膽小的 去維持原本的結構 維持原本的這個操作 但是好玩的地方是說 如果 從頭到尾 我們發現這個Element ListElement 從頭到尾只有第一個元素 是有用的 其他元素都沒在用的話 我們有機會怎樣 把其他的成員移除掉 只留下我們會變更的第一個元素 有沒有可能 有 但是這個前提在什麼 你一定要很清楚知道 對應的程式碼 但是 由於這兩者 像我剛才提到的 很多時候我們都把Compilation 切割成不同 就是透過Compilation Unit 去模組化你的系統 所以以這個例子來講的話 我在看到Extern 對不對 很多時候我們就不能做 做什麼厲害的假設 來去追蹤說 這個程式碼 這個資料 資料結構 或者特定的這個成員 有沒有被用到 你就不行了 好 你看底下像這個程式碼 也是一樣的道理 就是我在初始碼 你看 可以看到這個 如果一開始就知道這個值 就是什麼 編輯器已經知道Singleton的值 那我就不需要怎樣 重複去玩 查記憶體 它就可以從已經知道的區域變數 甚至從Cache 你也知道這個結果 那其實這個對效能 是有很顯著的幫助 好 那如果再繼續往底下看 你可以看到很多類似這種 類似這種 類似這個 這樣技巧 就是說 像這個Extern 這個實用 所以你可以看到 看到這裡你會發現什麼 其實你要很清楚知道什麼 這也是為什麼你需要了解 這個動態連結 當然說Compilation Unit 跟我們講這個編輯器最佳化 跟我們講這個LinkedCon 跟我們講整體 要考慮議題 然後那個策略都有什麼 都是其實相關的 這一點要特別去注意 好 好 我們 我們休息一下 好 我們來 繼續探討 好 然後有一個同學問到這件事 就是 在問到說 為什麼 為什麼 開啟LTO之後 TAX數量變少 應該講的是 這一則吧 好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在這篇文章呢 怕你忘記標題 這標題就是說 透過LTO 去縮減Linus核心的空間 那 也許你不是這麼 就是 如果你對Linus 你那麼熟悉 或者你不是在搞 簽證詞的朋友 可能沒辦法理解說 這件事的偵探 你要想一件事 就是說 不是每一個 硬體裝置都像 你每天用的手機 這麼search 對不對 就是記憶體隨便都是什麼 主記憶體隨便都是8GB 這種空間 然後那個 storage跟我們講 大的跟什麼鬼一樣 很多時候 你的電腦不能那麼奢侈 就是 不容許那麼奢侈 像這種micro control的 這個一般來講 它的空間有時候很小 比方說 像STM32的那個micro control 大概如果有幾 就是 比方說192KB 對不對 主記憶體 然後storage可能只有2MB 對 你沒聽錯 2MB的storage 這樣的配置是很常見的 那當然這個功耗 是完全不同等級的 像這種 STM32的micro control 基本上用扭擴電池就可以撐 有可能就可以撐一年 就看你做哪些操作 好 那 既然那空間很可能只有2MB的空間 所以你要想 2MB的空間 我能夠省 100K 我那就是非常大的事情 好 那傳統的東西都怎麼做呢 往往是透過那種 很努力的那種調整 這當然是台灣工程最會的事情 對吧 就是用加班 加班 再加班 對 就是用這種方式去做的 那 這也不是不科學啦 你也知道嗎 就是台灣的這個什麼 台灣經濟群體這樣來的 但是呢 因為人力太便宜了 就會導致什麼 導致人們就是用這種方式去做 那當然做 做累了一陣子之後 就有人就升主管 有些人就累翻了 就離開了 好 那接著年輕人就來了 那主管用同樣方法跟年輕人說 你們年輕人也要跟我一樣 好 好 但你發現什麼是 每個世界考驗不同 好 拿回這個正題 這個 這件事呢 你要知道這個議題 就是我要讓程式碼縮減 尤其縮減百至二十二的空間 光靠能力幾乎是做不到的 為什麼 因為它是Linus 很多東西是不能隨便改的 就是如果是一般的程式啊 比方說你的這個 它可能是一個字典的程式啊 網路的堆疊 這還可以依據它的使用量 哪個東西比較平凡 哪些比較不平凡 但是Linus 科目不一樣 Linus 科目提供的是一個基礎建設 讓很多的不同應用程式可以運作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 但是今天這個LTO的意義就在於說 我不用去更動 或者說我不用大幅更動Linus 科目的前提下 我保證 執行行為是一致的前提下 讓空間大幅縮減 注意到這個意義是非常大的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去查一下 我在2002年的時候 我們有發表一個 哦對剛剛就是這個 就是2015年的時候 我們那個 我跟我的學生 在這個 Linus Foundation的 Linus Foundation的 辦的 Embed Linux Compass上 我們就發表 發表這個 怎麼去縮減 針對這個 按個Micro Control 去縮減空間 然後我們有提到一些細節 然後你有流器就可以去查一下 然後這邊有一個提示 然後我們有一個很大比例 就是透過什麼 透過編輯器最佳化 就把這個LTO 那不過很不限 就當時的LTO不是很成熟 所以我們在 三年前 其實這個實驗是四年前做的 就是說我們在四年前的水準 對不起只有大概四百分之四的差異 但是現在很好 就像是他已經進化到百分之二十二 然後回到剛剛那個朋友的問題 他問說這個TAX為什麼變少 看一下 他應該講是這一段 就是從這個 170到128 後面東西我們忽略 就是從170到128 這個差異在哪裡 那我們前面有講到這個LTO說 有一個最簡單的LTO 就是把Function展開 對不對 我們說一下Function in mining Function in mining 就是最簡單的LTO 就是把一個函式的內容 如果他用的平板把它展開 大家注意到LTO不是只有Function in mining 這個 如果只有這樣的話 就沒什麼好探討的 LTO做的是可多的 就是第一個他會去看哪個東西用的平板 如果真的效能最佳化的時候 我可以把它展開 但是有反過來的 你這個例子能寫來什麼 是空間最佳化 所以我 編導過來有個東西叫什麼呢 叫做Function folding 就是說你這個 Function folding 就是比方說Constant folding 在做什麼事 就是說你們想過一件事 如果有兩個Function 它的內容 是很像的 就是說 兩個Function A跟Function B 它的內容有87% 注意到 假設它就真的87% 那你看 我Function A在這裡 Function B在這裡 它既然有87% 意味著什麼 它就只有13%是不同的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把87% 你的13%跟我的13% 或者另外一個例子 人跟大猩猩有98%的基因 都是一樣的 序列是一樣的 所以我是可以把98%內容把它放著 然後這邊是人的 跟大猩猩的 像這樣就反過來操作 所以它有機會 等一下 它用更少的程式碼 但是做出怎樣 做出一樣的效果 那這個東西也是LTO的一個應用 去追蹤你的 程式內容 那當然 以這件事來講的話 你看 人跟大猩猩 如果可以抽離出 獨立的98% 共用98% 那什麼 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它節省的容量 就非常驚人 對不對 它節省的容量就是 原本是 兩倍容量 那現在只需要什麼 只需要 0.98% 加0.2% 再加0.2% 所以你事實上 你只需要 原本 原本的幾乎是一半的內容 就可以做出 一樣的功能 所以 這也是什麼 Tax 可以有機會大幅縮減的原因 那比如說 有沒有可能 空間也要追加化 然後效能也要追加化 這問題非常好 有 但是不是一個選項 它是靠好多個選項 因為像Linscomer有些部分 它就是要做效能追加化 它如果不做效能追加化 會有些問題 比方說 我們舉個例子 就像 像 中端機 我們有時候 顯示 印出那些字源 還有一些IO 那如果不做效能追加化的時候 它會有可能 沒辦法在時間 的實現內 完成特定等 那像這樣的話 我們就會正面對方做追加化 所以注意到 雖然GCC沒辦法給你 用一個選項 又要達到空間追加化 又要效能追加化 因為這兩個東西是抵觸的 但是 GCC允許你個別做追加化 這是允許的 所以你會發現說 現在有很多公司 不是 現在有很多類似的技巧 然後去克服這種 克服這種不同的需求 當然這時候也會有一些公司 所以我們這個比方說我們剛才講的公司 然後這裡又要提到我們台灣之光 這個Skymiser Skymiser Skymiser它就是 怕你不知道它在幹嘛 我們來看一下 它這個 這個公司最主要的技術 是什麼 是編譯器 編譯器 更正確的說法是編譯器最佳化 那裡面的那個 呃 成員來自 馬威爾 來自Google 來自研發科 就是誰這些公司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產品最大的 這個公司最大的產品 就是 因為硬體的製程進步已經很有限了 那他們讓軟體可以提升 比方說可以提升35%到280%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它讓這個硬體 在不用調整的前面下 整體系統可以增 效能可以增加 那當然這個是吧 這個我剛才有提過 你看 Google就宣稱 只要有能夠提高什麼 提高1%的速度 就可以支付對方100萬美元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公司的左臉點 就是像一些雲端業者 那最近還有做到像 人工智慧的加速器 那像這樣的話就是說 它裡面其實就用到什麼 用到LTO 或者一開始就出現股票 我的結構跟你的結構可能不太一樣 好 那如果你有興趣可以再繼續搜尋 像SkyMizer 它又跟你講到LTO跟PGO Profile Guided Optimization 這個東西都是有相關的 那你可以慢慢看它裡面的內容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跟勇者一起去圖籠 好 那接著我們再繼續講 所以注意到就是說 我們這邊有跟你提到這個 Compilation Unit 那其實這個東西跟做最佳化 有很大的影響 那接著我們來繼續想說 這些議題到底是怎麼有些關聯 這時候我們來講到一個東西 叫Symbol with a Beat 我們在一開始已經有提到Symbol 所以事實上呢 你到 一直到現在的話 你可能就比較了解 DLC 台南社會的話你就比較了解 你所謂的這些什麼 PrintF啦 或是Write啦 或是這種 剛剛講很多的那種Function 它本質上它就是一個符號 這個符號一定有對應的地址 所以我的Function Pointer 那些Function Designator在幹嘛呢 就是給定個地址 然後呢 我讓你可以跳躍到特定地址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C語言其實它跟組合語言是非常近的 所以以前就有一個說法 說什麼呢 C語言就是包著高階語言 語法的什麼 組合語言 其實這個就是 所以它可以做到 你寫什麼 幾乎硬體就做了什麼事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說C語言是力久明星 並不是說C語言可以取代任意的語言 不是 我完全不是這個意思 也許有人會誤解 那 而是說現在有各式樣的應用 人工智慧也好 區塊電力也好 還有很多都是這樣 他們都可能有可能用更高階的語言去撰寫 用更高階的思維去整合 但它都需要一個什麼 穩健的底層 可靠底層 而且是充分掌握底層 那這個底層呢 要隨著硬體的改變 或是隨著硬體的這個規模 以及電腦架構的規模 我講的是實體的硬體架構 比如說很多台雲端的電腦 一個雲端中心裡面好多台電腦 那能夠怎樣 能夠反映這些變化 有些細人的意義在這裡 那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件事 就是我們講到說 這個SIMBLE 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件事 我們今天講這些動態連結 它背後的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你知道嗎 就是SIMBLE 好 可是問題來的 SIMBLE跟SIMBLE之間 那些描述 那些觀點到底怎麼一回事呢 來看一下這個 在這個預設情況下 只要你的function不是Static 你的變數不是Static的話 它這些函式 其實這個寫法不太對 不是只有函式 函式已經變數 幫我改一下 然後就是說這個東西怎樣 就是它可以 它是可以開放給其他的Compilation Unit 去存取的 那所以注意到呢 換個角度想 在預設的條件下 所有的SIMBLE 都是可以被Export 所以你的方形啊 你的變數啊 這個都是可以Export 好 那當然一旦Export 就會遇到什麼 前面講的這個 Interpositioning 還記得吧 LDP Law 可以做好多好玩的事 然後當然你也可以避免 這個好玩事發生在你身上 你想要避免的狀況對不對 你用這個 Symbolic Function 好 然後再來就講這個 那再來 就是說呢 有時候呢 這個Interpositioning 有可能會導致 講說有些韓式 我們就想像一下 剛剛我們舉例叫ABS 你想像一件事就是說 假設我的韓式名稱叫ABS ABS可能還好 比如說Min跟Max 像這兩個東西很好玩啊 Min跟Max這個太常見了對不對 就是很多人會去用Macro自己定義自己的Min跟Max 對 你可能用Macro來做 Macro還有在編輯時期就結束了 好 但是如果是什麼呢 Min跟Max是用Function來做 你看你的Min跟我的Min會不會衝突 會 你的Max跟我的Max會衝突 對 你的孩子跟我的孩子也會衝突 有什麼哏 有什麼相關 就是說你看這個Min跟Max這個什麼 這個如果他用Function來寫 就會衝突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怎樣呢 你的Min 你的Max應該怎樣 應該前面加一個Static 可是問題來的 你有時候會希望說 我不要用 那個StaticMin 有時候你不想用StaticMin 為什麼 這當然簡單嘛 因為 因為什麼 因為 你希望你的Compilation Unit裡面怎樣 大概可以共用 共用這個Min這個東西 所以你會希望說 我不要用Static 就是我把Static拿掉 我希望說 我不要加這個 我還是可以跟 我在意的Compilation Unit 去分享這個Symbol 這時候就是困難了 你要怎麼做到去控制 這個 什麼時候該Export 什麼時候不該Export 好 注意到 所以你這時候要搞懂這個東西叫 Simple Visibility 好 然後注意到 不管是GCC也好 Clend也好 都支援這個Visibility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GCC的那個 文件 注意到一件事 GCC有個東西叫Wiki 然後GCC的Wiki 一般來說 它內容是稍微比較舊的 所以如果可以 請你還是回去看手冊 GCC的Wiki的存在 是為了溝通 是為了告訴大家 比如說開發中的 開發中的這個 某某特徵 它做什麼事 所以注意到 像這個內容 你大概看一下就好 你不要 你不要以這個份為主 因為你還是應該以這個 Main page 或是以這個 Online的 Online documentation為主 這個GCCWiki的存在 最主要是協助開發者 我講開發者 不是講你 是GCC的開發者 讓GCC的開發者 有一個共同的基礎 讓 最熟悉編繫器的開發者 有一個什麼 溝通的管道 好 那來看一下這個 GCC的這個Visibility 所以你可以看到 標題寫什麼 標題寫GCC Visibility 內容寫 C++Visibility 你們覺得頭腦有點錯亂 好 這個東西是一個非常長的故事 簡單來說 例如說 在十幾年前 人們發現 這件事 就是C++的程式 很容易膨脹 編譯碗很容易膨脹 那為什麼C++的程式很容易膨脹呢 比方說什麼 比方說用到Temporary 那你說 咦 什麼時候用到Temporary 聽起來好像很 不是很常用 不錯啦 這東西 比方說用到Temporary 大家都知道 C++的東西很厲害 叫STL 你有沒有想問 STL的那個全名 怎麼來的 叫做Standard Standard Temporary Library 對吧 它的全名叫什麼 C++ StandardTemporary Library 顧名思義 就是說 你的容器也好 你的 什麼資料結構也好 你的什麼sort 你的有效也好 它就是建構在Temporary 之上去開發出來 所以這個東西很有趣 就是說 它其實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東西叫 Generics 就是它一個 泛型的層設計 那在台灣的這個 侯俊傑先生 侯傑先生 我給你們打錯字 侯傑先生 那他花了很多心思 去探討這個STL 那你也會去探討一下 他的這個書本 書本已經很難買了 但是你可以去找一下 網上一些 我不是說盜版的書 是猴傑他寫的一些書品 可以去探討一下 唉 有時候難過 你看第三頁跑出這個 第三頁跑出這個 第三頁跑出這個 好 Anyway就是說 在過程中 這個像STL這種 程式很乾 你去使用STL之後 人們就發現一件事 它產生出來的程式碼 往往的量會膨脹很快 而且尷尬的地方是像BOOST 這樣的一個 這個 這樣產生的Binary 其實它就增長很快 那偏偏這些東西 又是以什麼 用動態連結的韓式庫的方式存在 這個所謂的BSO 注意到Unix來講動態連結 韓式庫呢 稱為叫ShareObject 那如果是動態連結的話 就是叫BSO 那所以這個 在這個 動態連結的韓式庫存在的時候呢 因為它又不能把這些 沒有用到的這個Symbol拿掉 所以導致它會很巨大 就是這些會膨脹很快 所以呢 我們需要一個機制去把 就是去 夥散的去揭露 有些用不到我就不要去揭露 然後你看喔 這邊有講到 如果呢 你看這裡 如果你可以善用這個 GCCFB來講的話 你有機會縮減 縮減 20%的這個EF的這個 空間 然後呢 如果呢 你好好的處理的話 有機會怎樣 這裡神奇了吧 你可以省下 是很驚人的 有機會省下 百分之80 百分之60到百分之80 Symbol 意味著什麼呢 6MB的空間 所以注意到 為什麼會有C加的 為什麼我們講 GCCFB的 也是從C加開始 因為對C加加的Pokémon來講 實在是太有感了 好 當然這個基礎建設 不是只有C加加有 這個基礎建設 來講的話 像我開發一些程式 比如說 類似網頁瀏覽器 這種等級的程式來講的話 有機會縮緊到 將近一半的空間 這是有可能發生的 這是有可能發生的 好 注意到一件事呢 這個Visability要能夠實作呢 它其實需要Link的協助 所以除了compile以外 Link要有適當的協助 否則 否則是 就是 很有限 好 那這邊也跟你講說 這樣的東西 在Windows平台 也是可以用的之類的 好 給你看一下這個東西 大概怎麼用 那這個東西是在 GCC4.0之後 才穩定的使用 在GCC之前的版本 不是不能用 而是會有些限制 那你看用法是這樣 就是說 你可以先訂一個Macle 比方說你要訂說 公開部分 跟Local部分 就不公開 那反過來說 你可以在裡面加Local 比方說你這個 這一個 這一個什麼 這個function 我就宣告成Local 所以在最終 它就不會揭露出來 所以也就是說 只有在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DSO裡面才會出現 因為它是屬於什麼 它的 比如說BS是屬於Hidden 就隱藏起來 然後注意到 這邊有個attribute 注意到 這個是什麼 這是GCC的extension 好 我們之前在這個 你所不知道的西語言 講這個語言規範來講 其實 你無可避免的 一定要去學 一定要學 compile extension 只是你學的是 Microsoft的extension 還是Gnu的extension 還是兩個都有 都有可能發生 為什麼 因為畢竟西語言 規範一個非常小的一個機會 你真的想做的事可多 對 然後事實上 有很多城市 包括Linus kernel 或者Android 它都大量用到這些compile extension 所以請你千萬不能把西語言當作一個語言 西語言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平台 是一個思維 是一個什麼 跟其他城市語言 分享美好的 研究開發成果的一個什麼 一個橋樑 一個共同的語言 所以你要了解這些東西是無可避免的 那當然 你越慢學就會學越多了 所以趁人家趕快去學吧 好 注意到這邊講的 這是一個Gnu extension 注意到它的寫法 attributes 前後都要怎樣 前後都要加兩個底線 所以選人不要搞錯了 因為有時候你會看一些 書本 用硬的 用硬刷的時候你分不出 到底是一個底線 還是兩個底線 好 好 那這邊來講話呢 這個就屬於什麼 就是attributes 然後注意到Gcc的attributes 就是這樣 就是說 attributes這樣寫 然後後面有兩個括號 然後裡面寫一個attributes的描述 你剛剛的例子很喜歡 他講的就是這個visibility 那我再設定它的 kidden還是default 注意到這裡還有一個括號 所以後面有三個括號 好 那這樣的一個機制呢 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請慢慢看 因為這個在很多的什麼 很多的這個 開放原始碼 專案都有出現 好 然後 編譯器本身呢 還提供著一個編譯的這個參數 叫做visibility 好 這東西有趣了 好來給你看一下 我們有三種visibility 好 第一個叫做default 就是什麼東西呢 我都把export出來 好 然後呢 也有完全電腦的case 就是什麼東西都怎樣 都hidden 好 除非你去特別指定 指定什麼 指定 指定這個它的visibility 好 所以就是說我預設呢 是 就是我在整個compilation unit 所有symbol 我在default的狀況下怎樣 是什麼都揭露出來 好 那在hidden下什麼都不揭露 但是扣掉什麼 扣掉這些 這些特別去指定的東西例外 所以注意到 這個東西是 一個 那至於protective 跟internal呢 請自己去查詢 這個東西跟什麼 跟其家家有關 我這邊就不解釋了 好 所以你看 我這邊呢 舉個例子 比方說舉個例子 這個 新酷硬還是酷 請大家多多支援新酷硬 這個就是 台灣開發出來的 輸入法 引擎 好 然後你看喔 這個 其實新酷硬呢 它不是一個程式 它是一個 開放原始碼專案 它其實包含很多部分 比如說底層的東西叫 livecuin 注意到 這個字好了 這個字我們一般來說都唸酷硬 讓中文跟英文名字拼得起來 那 這個東西叫 livecuin 那它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韓式庫 注意到韓式庫 那所以呢 真正的執行檔是什麼呢 是像這種 像這個東西是一個 真正的執行檔 但是一般來說它也不是真實執行檔 因為 你還是需要一個框架 就是小器的輸入法的框架 然後 除了這以外你會有一些工具 比方說這個queen editor 然後顧問自己這是什麼 去編輯使用者詞彙的這個編輯編輯器的 好 甚至有可能會有整合一些不同的輸入法框架的 比如說open.com 好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剛才講的一個例子 就是什麼例子 就是這個visibility vi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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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你在這邊可以看到什麼呢 這邊有一個global.h的一個什麼 header file global.h的header file裡面呢 它就是 visibility 它就跟你講說 這個 如果你的GCC是 3.0以後 其實比較好是4.0以後 因為 GCC3的時候 對比這便利的資源 比較 是有點問題的 然後 所以它是3點多其實就有了 3.3就可以用 但是最好還是怎樣 最好是4.0以後 所以看我這邊直接規定是4.0以後的 大於3嘛 所以就4.0 或是5.0 或是更後面的版本 好 然後你可以看到什麼事情呢 然後這邊就有一個queen API 所以你可以猜得出來 只要是queen API 它就是什麼 它就是 會揭露出來的 所以你看 我們怎麼用呢 不要說你看 這邊有個function 那我就標一個queen API 的 macro 所以這個macro展開之後呢 就會變成GCC的visibility 所以你用腦袋想知道 最後就是這個東西 所以comming check 就變成公開的一個符號 所以注意到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取用技巧 那接著呢 我們來跟大家講這個visibility 還沒那麼單純 其實還有 這個東西呢 其實還是有很多學問的 我們來給它看一下 哇 不知不知 整整十年前 整整十年前有篇文章 來看一下 事實上呢 這個simple呢 它其實還會分 有leak 還有strong 對 不要懷疑 leak 像這個東西 好 這個東西在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來思考一下 一個 為什麼有符號 為什麼有符號 會被標成leak 對不對 只要是能標成leak 都覺得怪怪對不對 但是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有時候呢 我會需要leak 還記得我們剛才講到這個min跟max 這個東西吧 對不對 你想一件事 min跟max 這兩個方學 你往往怎樣 會想要實作 自己的版本 可是 glibc呢 它可能已經提供了min跟max 對不對 因為 你如果去 min 就是min 對 對 真的認不出來 比如說 如果你去查那個 glibc的 min 跟max 其實你會發現什麼 其實韓式庫呢 是有 是會有定義的 像這個min跟max 但是呢 定義的方式可能 就實作的機制可能 可能很難說 它可能透過macode去產生 就是它可能透過macode去實作的 但是也可能透過什麼 function code去實作的 那如果呢 glibc已經提供了這個min跟max 那 但是你在自己的程式也去實作了min跟max 那就會怎樣 就會衝突 所以 attribute vic 就存在了 這東西存在的意思很有趣 就是說 它相當於什麼 它相當於把那個連結的時候順序調整一下 如果一個symbol標準成 vic的話 就是說呢 當別人有定義出一樣的名字的話 比方說min跟max 別人已經提供的話 我就用別人的 反過來說 如果其他現有的這個 現有的這個symbol都找不到的時候呢 我這時候就用到我的vic 所以這可以去解決那種 就是符號衝突問題 所以這是那個那個vic的存在意思 底下就在跟你講這件事 所以我們回顧一下我們剛才講的東西 我們剛才講到什麼呢 我們剛才講到這個 symbol with the bit 我們跟你講到有kitten啊 有這個default啊 還有比方說對C++的什麼 C++的這個程式影響 尤其是它的空間 好 所以注意到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今天學習西元呢 好 又再次強調這個觀念 其實你一定要全方位去看 好 反過來說 你全方位去看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說 欸 這樣的東西其實不是只有西元有 好 反正說你去研究說其他的虛擬機器啦 好 都是像研究go go go的話也有編輯器對不對 好 那你現在在西元學會的東西呢 你搬到go裡面 你發現很多概念 好 尤其是涉及到最佳化的啊 涉及到這個空間的限制的啊 或者說載入的效率這種東西啦 這東西會非常的明顯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段程式碼 這段程式碼就是這樣 就是說你看 Local這個東西 不是寫Local就會變local variable 不是啊 是因為什麼 因為前面有標的State 好 那同理不是因為他標的global 就變global variable 不是啊 因為他什麼都沒加 好 沒有什麼特別的修飾 沒有特別的修飾 好 所以他就預設就是Export 好 然後呢這邊 Leak 好 那我就給一個HB叫Leak 好 那好玩事情要發生了 好 就是如果呢你去 做這樣的東西 好 我們來做個實驗 星星星點擊 好 好 那我們去編輯它 所以你不需要把它編輯成 就是 咦 咦 好 好 那這時候呢我們就產生一個什麼 產生 產生 產生對應的點歐檔 對啊 好 不要 不要 好 我又產生一個對應的什麼 對應的決心檔 好 然後 好玩的地方在哪呢 好玩的地方在 在 在 這裡 我們用綠的EF 去 去 看它內容 好 注意到你的EF 跟我的EF 輸出有可能會不一樣 尤其是順序 所以不用太糾結於這個順序 好 來對照看一下這個原始層次碼 好 那你在畫面中可以看到 就是說 這邊呢 回顧一下 有什麼 有三種東西 一個是local variable 再來是global variable 再來是leak symbol 好 好 那你看到這裡面呢 這裡有一個欄位叫什麼 叫做bind 好 請你記住這個詞 bind 這個東西不是只有c語言 好 包含說c++ 包含說java 比如說你應該都聽過的什麼 像這個講那個 物件導向程式 竟然會提到一個東西叫做lazy binding 那個bind就來講這個字 所以你看到 好玩的地方是 我的這個global variable 就預設 預設 export的東西 就是它就標global 那同理呢 你有個前面有個符號叫week 它就標成week 但是包含說這個local 它有前面有標的spec 所以它就是 它就是 它就是 會標註成local 然後當然 這個程式呢 注意注意到 產生出來的執行檔 原本的原始程式碼都是三堂 但是產生出來執行檔 絕對不是只有這三個符號 還有別的符號 還有別的section 有些請你去看一個 看那個 eof的描述 那eof的描述呢 在我們前面有提到 這個在哪裡呢 在 在 在這邊 所以其實一定要去看這個什麼 eof的描述 那一定會讓你對知音詩器有足夠多的啟發 好 然後再強調一下 你之所以要看那麼多東西 因為 現在不可能只看延遲程式碼 就可以把bug修掉 好 為什麼呢 不是說你的能力不好 好 不是 而是因為 你的工作網友就這樣 去修改 像這裡面的程式碼 對不對 你想android程式碼 幾千萬行 是很基本的 android程式碼 早又超越 早就超越幾千萬行 其實它已經 已經 已經破 已經破億了 就是如果你把google 那些sauce code 都把它算進去的話 那些沒有open source 出來的東西都算進去 android的sauce code 早就破億了 就是那些 那些 運作在你的手機裡面的程式碼 它的規模早就破億了 所以 你很多時候 你工作 不是改自己的程式碼 而是改 已經有的程式碼 那已經有的程式碼 就算是有完成sauce code 你可能看不完 就算是 你看完了 那又如何 對不對 因為 它是一直活著的東西 上面的程式碼 你看你的手機 每用一段時間 你的app就會分析 所以就算你有辦法 得到完整就是碼 你不可能看完了 所以你更多的時候 在幹嘛 是 分析 探討 現有的系統 它的行為面 所以這個行為面很重要 好 那這個東西就是一個實驗 請大家看看 好 那接著來探討這個 動態 動態連結 稍微休息一下 好 讓我們再來探討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探討這個 另外一個關鍵語題 叫做動態連結 動態連結 這個東西呢 其實要探討的話 其實可以講蠻久的 但是 我們想要 傳遞給大家想法 不是這麼多細節 而是讓你知道 細節跟細節之間的觀點 以及說 我們都已經跟你講了 你所不知道 所以我們給你一個提示 給你一些指引 然後讓很多細部的東西 就要花時間去探索 好 那這裡我們來跟大家介紹一個東西 叫做 LINKING 這個LINKING 後面的詢問還蠻大的 那這一份材料呢 是來自這個 史丹佛大學的教材 然後 這是2015年而已 如果沒記錯的話 有個比較新的版本 不過我那個 我客人沒有分心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幫我 跟進到這個頁面 找到比較 比較新的教材 對應的比較新的教材 好 那這邊來講的話 就是說 其實我們要涉及到 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要知道 一個拖權的行為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 就是說 Compilation Unit Compilation Unit 在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說其實這個 負點C變成負點S 負點C變成負點S 所以這個負也好 負也好 這兩個東西在做 編譯的時候呢 是完全獨立的 但是在後面 注意到後面這個 做LINKING的時候 LD是LINKER 在做LINKING的時候呢 是會相互參照的 好 再來是 再有提到一件事 LINKER跟Loader 都是相互相成的 就是說 你不可能在 完全不了解 LINKING的前提下 去把程式把它載入 這不可能 因為 因為像我剛才前面 跟大家講吧 LINKING 它有個 EF Loader 對不對 有把EF載入起來 它是在 實作在LINKING裡面 那同理呢 Windows也好 其他的追求也好 一定有類似的公司 那不要說 像 像 這台電腦 Mac電腦 對不對 他們可以看到Mac電腦 在下面 找這個 LS這個執行檔 哪裡 它在 bin LS底下 你看 它的這個 執行檔格式叫什麼 叫做MACO MACO 差不多64位 好 那所以你看 好玩的地方什麼 像這種 你其實要知道它什麼格式 然後LINK 那你要順帶連 大家知道做什麼 LINKING 做了什麼事 你才有辦法把LINKING 接著要探討的議題在哪裡呢 是這個 就是說 從Compile Time以後 就是Low Time 跟Wrong Time的東西 這個東西 是我在講動態連結 不可或缺的部分 然後 這一頁 這一頁在我們講 你所不知道西元的 凡事物交篇 其實就有探討了 請你參照這個 韓式呼叫片 去對照學習 然後 接著我們來看一個有趣的例子 來思考一下這個例子 如果我今天有個Hello程式 在左下角看到一個Hello程式 對不對 太無聊了 無聊到我哪邊跟結束 這太無聊了 那它產生出來的 這個 一開始 這個CC 你可以用這個 注意到 我們講那個 GCC也好 Claim也好 這種東西 它本上它不是只是一個編輯器 它是叫Compiler Driver 所以事實上它不是只是把西元 程式轉換成那個組合員 或者變成執行檔 當我從原始程式碼到執行檔 終於經過很多階段 你要幹嘛 你要編譯 你要主意 你要連結 所以設計到什麼 所以設計到什麼 Compiler Assemble Linker 對你的經濟檔 就是什麼 CC1 真正的編輯器 然後你的 S Assemble LD Linker 可是你為什麼平常只要下一頁 在行指令就可以完成編譯 就是編譯連結 為什麼 因為 你有Compiler Driver 幫你把走到對應的路徑 那你看 左邊這段程式 在編譯之後 會得到一個什麼 Hello.s 所以我在Assemble的階段停下來 Assemble之前停下來 那你看 這個產生的程式 你很多地方都看不懂對不對 不過不要慌張 有兩個地方你一定看得懂 Print F 對不對 這邊有一個Print F 然後上面有注意到 上面有個字串 有沒有看到 Hello 有一個字串 所以最起碼有兩個地方看得懂 對不對 所以不要忘記非博 其實你現在就可以增幅組合員了 你有Hello這個字串 以及Print F 那Print F來講的話 這就是一個什麼 它就是一個Symbol Symbol 人類看得懂 那最終呢 一定可以轉 轉化成一個什麼 轉化成一個 機器可以懂的一個 地址 然後呢 Hello 它是一個字串 注意到 這邊有個點 點開頭都是表示什麼 表示假指令 沒有 因為修正文的話 點開頭如果不是 不是Label的話 注意到這個有漫畫 表示Label 所以 只要不是Label的話 點開頭基本上都是假指令 所以不然是這個Global也好 String也好 Tax也好 都是假指令 提示主義器做一些特定的事情 當然這個顯然就是說 最終的執行檔一定有個地方塞你的Hello這個字串 或是這樣 或是這個程式不可能自行的嘛 所以就這樣 這PringF就是 就是個Symbol 好 好玩事情發生了 接著呢 你用這個S 從組合元把它轉變什麼 這時候就是什麼 就是 機械碼啦 所以你看這個機械碼很有趣啊 你看這個man 從000開頭 然後中間做很多事 不要慌張 一定有一地方你看得懂的 欸 不對 你發現你看懂的地方不見啊 然後上面跟下面的差異 來想想 下面長這樣 上面長這樣 你發現哪裡不見了 PringF不見了 PringF換掉了 但是呢 你換掉為什麼不是換一個 確切地址 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接下來要做一件事 叫做relocation 就是 最終的執行檔 你看 最終透過link做完的機械檔 對不對 它真正的地址 像那個 像那個 PringF來講 這邊有個真正的地址 在這裡 那你想 欸 在這之前為什麼沒有真正地址 這當然簡單 你看喔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我們看組合元好了 我從左邊到右邊 它是你在大學 或者說相關的編輯期課程 你會學到的 就是它把這個左邊到右邊 我先不管左邊怎麼到右邊 那右邊寫的它是一個symbol 這個symbol 很有趣的 像是 你在編譯的時候 不可能知道地址 對吧 你編譯的時候只有原始程式碼 你怎麼知道 PringF會在哪裡 PringF是放在別的模組裡面 PringF是放在其他的 這個動態連結還是庫裡面 對不對 你沒有這些原始程式碼 你沒有參到這些原始程式碼 你是不可能知道它在哪裡的 對吧 然後所以你在主義階段 基本上也沒有參到這些 所以你不可能知道地址 所以我們先塞一個人進去 可是在linkin階段就可以 為什麼 因為linkin的時候 對吧 我們實際上有連結到 動態連結韓式庫 連結到libc 這些韓式庫 所以你一旦參照到這些韓式庫 你就知道它的地址在哪裡 你既然知道地址在哪裡 你當然可以寫回來 所以注意我們就會改寫 上面的組合園跟下面的組合園的差異就是這個 好 然後呢 這時候呢 包含那個hello這個字串 它有一個空間 注意到這次當示範 你可以在你的自己的電腦上 跑跑看 看它的那個切切的位置在哪 好 那這邊來講話 所以你就大概懂了 所以link要做什麼 link呢 一定要做完上面這件事 這個東西我們稱為叫什麼 稱為叫relocation re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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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意思就是搬遷的意思 但是我們搬遷的東西是什麼 是符號 的笔值 寫播 對 就是搬動 搬動特定的符號的根本 特定的笔值 實際上 而且是這樣 而且是相較於 相較於是吧 相較於執行時期 它應該有一個 一個閉絕 在它之前的閉絕 好 那我們跳過一些細節 我想要跟大家來探討這個 動態連結 上面有一些議題 你可以參考之前我們有講過的一些 延伸閱讀的一些教材 就可以更理解 那接下來我們來講這個動態連結的部分 動態連結 想的事情真的好多 這個 不是那麼直覺 但是我們來想辦法克服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 就是說 ELF執行檔 在它的header file裡面 要不要講說 在他的ELF header裡面 在header裡面其實有提到什麼 ELF的什麼 interpreter 所以它是用力的 卻想說我要載入什麼樣的動態連結還是酷 好 然後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這個東西 其實share library分兩種 有分靜態的 也有動態的 那在units的術語 這個東西叫什麼 叫share objects 那一個library裡面可以包含 若干的share object 然後share library有分兩種 一個是靜態的 一個動態的 靜態的像這個 比方說 libc.a 它這個靜態的 它裡面就有包含什麼 包含說 printf的始作 或是其他的東西的始作 你看 這個東西叫ar 我們看一下ar ar就是它的那個 它取的意思是什麼呢 你看 它是一個archive archive裡面的這樣 它就是你可以去建立一個archive 你可以去更新一個archive 或是從archive解出來的東西 那好玩的地方是什麼 它裡面放東西 不是放別的 是放object 對 然後放這個 而且是有能力做relocation 所以我們叫relocatable object 所以注意到ar放的東西就是 放relocatable objects 所以像這個printf 如果你有它的始作 你有scan-app的始作 這幾個東西是什麼 如果它都是屬於前面講的relocatable objects 那你就可以把它放到這個archive裡面 然後這很好記 這個東西就是要怎麼用呢 這個東西叫arrc 就是很好記 arrc 那你可能不知道我們在講arrc是什麼 怕你不知道 我們給你看一下 arrc 我來講這個 這個arrc 就是這個 源自於交通大學 那當然不是從交通大學 包含很多學校 包含我們成功大學 也有在這裡面 就是一個前瞻的火箭 火箭計畫 然後在之前有獲得4000多人共襄盛舉 然後來做這個什麼 來站立這個火箭計畫 然後它已經好多年了 其實這個東西可以追溯到10年前 那實際上在做的話大概是8年前才做 那裡面需要非常多的一個環節 不是只是做火箭而已 不是只是做火箭推進 不是只是做火箭推進 你還有做控制 那像我呢 就是做這個 裡面的這個飛行控制的那個 飛行控制的系統 好 那我們裡面就是執行的那個Linus 這腦記 ARC 好 然後這個是靜態 然後 這 不要沒有什麼特別 那 之後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希望可以來跟大家談到這個 Lincon Lincon的背後的原理 Lincon 背後有很多演算法 而且這個演算法呢 跟離散數學 對你沒聽錯 離散數學 這是為什麼演算法呢 演算法 你會覺得研究所考演算法合理 那為什麼研究所要考離散數學 如果你很不信 啊不能 如果你剛好有機會開發 編音器 開發Lincon 恭喜你 離散數學超好用 好 然後 然後 繼續來看 但是我們這邊講的東西是什麼呢 是這個 動態的共享韓式庫 你看 來看一下剛才上面那樣的題 這個我每次呢 比方說這樣這個 Lincon 在link到這個Libc.a的時候呢 它最終就是這樣包起來 老通力 sh 一個sh link起來就是一個這樣的一個 所以你看 事實上呢 這Libc.a的內容會出遍好多次 好 但是動態的共享韓式庫的就不是長這樣 動態共享韓式庫的用法是這樣 你看畫面中這個 就說呢 我在建立的時候呢 後面這些東西呢 還是叫所謂的relocatable objects 那當然是呢 在這之前的這個Libc.so呢 只有一個副本 在空間裡面 在儲存空間裡面只有一個副本 但是注意到執行的時期有會不會很多個副本 這是我們要放在腦裡也要去思考的 但是很顯然 放在儲存空間裡面只有一個副本 所以大概猜得出來這個什麼好處 好處很明顯嘛對不對 原本你看 原本有多少城市就需要多少空間 但是有這個 Dimble share library 這樣 就會怎樣 就會 即便好多城市 但是這邊共用地方怎樣 這個存在 好 那接著我們來給大家一個提示 什麼提示呢 就是還記得剛才 剛才有跟他講那個 Libc對不對 Libc.so Libc Libc 目前的版本 GLibc的2.27 好 那你看喔 這才是真正的那個什麼 真正的那個 真正的那個 7 7元的那個 這個環境 好 看一下它多大 這東西很大的 好 那你看喔 這東西呢就是什麼 就2MB 然後呢我們先用這個 用strings 不是strings 是strings 後面有加s 好 好 給你欣賞一下裡面有什麼東西 快速看一下 跳位你看不懂的 好 看你不知道strings的用途 strings 它超簡單的 就是把一個檔案裡面呢 可以印列的字元 我們講的可以印列就是不是什麼特殊符號 然後重點是delate 看得懂的單字 不是單字 看得懂的字元 這個東西叫什麼 叫做 cleanable 好 所以我們跳過一些看不懂的 好 但是你可能沒有那麼多耐心 好 來看一下 然後我們剛剛講到什麼 cleanable 好來找一下 2MB 欸 有 而且 還不止一個 有好多個cleanable 好 這就有點慌了 來 小技巧 找一下 cleanable 好 所以你看到它既然高達幾個printlabe 有 有53個printlabe 好 當你有興趣的printlabe是吧 是 是開頭的printlabe 對啊 好 所以你看到 printlabe開頭的就有這幾個printlabe 好 然後 這個 所以你發現什麼事情 就是 在那個c c 原的標準 函式庫裡面呢 這個libc.so 就是 libc.so 好 像 這個 像這種東西呢 很好玩 就是 欸 這也寫錯了 應該是.so 就是這個 所以說 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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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bc.so裡面呢 它其實就包含這個 對應的那個 函式庫 同理呢 如果你要去找 你要去找 鋪的鞋鞋鞋 也有 對 這邊有這個鋪的鞋鞋鞋 同理如果去找那個 比方說 比方說 Fopen 一定可以找得到 而且 你可能找到的東西還不值得 好 那所以這些都是什麼 都是這個 對應的 對應的實作 好 那接著我們來介紹一個東西呢 叫做 PIC 還記得我們稍早呢 有提到PIC 我講什麼 它是 position independent code 好 然後我們接著來思考 下一個一點 什麼叫做 跟位子無關 好 這個東西呢 要解釋起來 要從relocation 開始解釋 第一個呢 編譯器本身會產生 產生什麼 產生這個relocatable executable 所以比方說像那個 像前面這個 前面講的這個部分 所以這個println scanf.o也好 這些.o檔都是屬於什麼 relocatable objects 然後呢 這個東西之所以relocatable 它做什麼事呢 到底很簡單 就是說呢 事實上呢 產生出來的執行檔 大概都會是長的像是這樣 所以說 事實上我沒有絕對的地址 我的man最重一定有的地址 對不對 像這張圖來講 最重一定有這個地址 但是我在relocatable objects 這個中間 的形式 它只要是relocatable 它就是長這樣 我的地址都是怎樣 不是真正的地址 它是一個相對的 man如果是00的話 底下就是相對的 比方說這邊10 就是位移的16進位的10 也就是16進位的16個bytes 也就是16進位的16個bytes 所以在position independent code 也就是pic的時候 我存的東西是一個什麼 一個相對的位置而已 所以大家這個東西是relocatable 然後呢 那這樣會有什麼問題呢 有時候我們希望呢 把這樣的一個機制呢 把它就是 就是把它關掉 所以像前面講的一個 有一個像那個 前面講那個 symbolic inc 而不是symbolic be symbolic inc be symbolic 不好意思啊 要唸的時候很難唸對不對 be symbolic symbolic function the zone就是這樣 就是這種話 去抑制這樣的一個新問題 那反過來說呢 如果你允許 允許在執行時期 去調整 調整你的這個位置 或者你在連結時期 調整位置 這樣的東西 你就稱為叫pic 好 千萬不要小看這些東西 這大大的重要 所以我不管是在link階段 或是dynamic link階段 基本上都跟pi 7 有關 好 然後 這時候呢 我們要介紹兩個詞 記得這兩個詞吧 這兩個詞 一開始我們就有提到 一個東西叫plt 一個東西叫got 好 我們來解釋一下 這兩個關聯 讓我休息一下 有一個網友問到說 離散數學跟邊編器的開發上的幫助 我覺得 其實很常見 比方說呢 你可以用這個關鍵字去找 比方說registered location 再加web current 那簡單來說呢 在邊編器做 邊編器的開發過程 基本上會有個IR 一個中間表示式 那這個東西一般來說就是用個虛擬的指令集 而且它裡面的暫停器數量是無窮多個 但是你看喔 原子程式碼在這裡 那有個IR 那最終呢 是一個 你知道的指令集 比方說intel的指令集 打暗的指令集 中間的IR呢 是無窮多個暫停器的 但是最終的暫停器顯然它的數量是有限制的 就是一個簡單道理 那你要怎麼把無窮多個對應到有限的 你還記得以前有東西叫什麼 試射問題唄 試射問題 試射問題要講什麼呢 就是講說 你有沒有可能只用四種顏色 就把所有的地圖來設 這個其實很早人就有提出 你看1852年就有人提出了 可是這件事要證明非常困難 一直到今天為止還是有 現在證明方法很複雜 就是現在證明還動用到電腦 用窮舉 那數學家不能接受用窮舉法 所以這個東西一直到今天 還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但是我先假設那個東西成立 那所以總之有一系列方法 讓你做這個grab current 然後注意到離散數學裡面 其實有個環節就在講這個 當然你學離散跟我在講離散可能不太一樣 你知道嗎 離散數學那麼厚 但是通常研究所考試只會出裡面的一部分 或者你上課什麼教育部分 懂得嗎 所以你以為教的那一部分叫離散 比方什麼披荆扣瓦這種東西 這叫離散 但是離散其實很多了 應該說我們講演算法 我們講就是 演算法跟離散其實關聯是比較大的 很多人會覺得資料結構跟演算法是相關的 其實如果我們講這三個 資料結構 演算法跟離散數學 那離散數學跟演算法其實比較近的 跟資料結構是圓的 那裡面有個環節像這個光是grab grab你有可能以為說它是資料結構的部分 其實哪個地方是grab如何做分析 像Grab current這種東西 它是設計叫做分析的 那先解釋到這裡 好 那我們終於可以來賣一下我們的重頭戲了 那我們剛剛提到的東西就是這個plt跟got 好 我們來思考一下 這個 我們要怎麼做到 動態的去載入printf 這種simple 你想這個東西其實很困難 所以事實上我們這個程式是分三個程式 第一個是主要程式 就是說主要的就是像 像你的隨便用個ELF這樣的東西 可以去分析出來的程式 好 想說你現在用這個就是 你用REDF這樣的東西可以分析出來的這個東西 我們叫程式 它就是單獨的 独立的 乍看獨立的個體 在編譯連結的時候看起來是獨立的 但是在運作的時候其實需要什麼 需要外在的幫忙 所以它是分三個層面 一個是你程式 程式主體 再來是有個東西叫PoT 那你認真看喔 PoT裡面呢 它就是 會去呼叫什麼 你看一開始呼叫printf 地址在這裡 然後呢 那裡面內容是怎樣 會呼叫got 而且會去找一個表格 它先做一件事叫查表 查完表格之後呢 注意到這個東西就是個地址 好 而且這個地址呢 是在glibc裡面的地址 所以你看喔 再幫大家譜記一下 它的做法是 先去查一下東西叫PoT PoT裡面 又有一個東西叫什麼 GoT 它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 一個痊癒的一個表格 那我們來思考一下 為什麼要那麼複雜 先把名字記起來用 先有PoT 然後再有GoT 來看一下為什麼那麼複雜 因為呢 我們想要實現一個很重要的機制 叫做LazyDynamic Linking 我們要知道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就是說 動態連結這個東西 其實它很早就出現 比你想中找很多 想說這個Dynamic Linking 這東西可以追溯到什麼時候呢 可以追溯到1960一代 這你沒聽錯 1960一代其實就是這個Dynamic Linking 對 很神奇吧 而且是1960一代的初期 那你想說1960一代初期 那時候Linus當然還沒出來 因為Linus Twas Z都還沒出生 Linus Twas是1969年出生的 跟那個阿姆斯上登陸月球的同年 那你又開始好奇 1960一代那到底是什麼作業系統 講出來你會很感動 叫什麼 叫Matex 所以不要懷疑 就是影響Unis一個很重要的作業系統 叫什麼 Matex Matex在1960年代 1965年之前 就有發展一個什麼 就有發展動態連結了 所以注意到 所以這個東西絕對不是新東西 只是說人們一直用不同的方法去實作 好 然後 那人們在實作的時候呢 一直在解決一個問題 叫做效率問題 然後後來呢 在這個 這個時間我就不確定了 就Lazy Diamond LinkedIn 我不知道那個確切時間 我讀了一些資料 但我覺得數據有點 那個時間有點亂 我就不行 就把它標出來 那人們為了要解決這個效率問題 人們做一個很有趣的嘗試 就是叫做Lazy Diamond LinkedIn 那它的技巧在什麼呢 它技巧是說呢 有沒有可能 我不要一開始 把relocation都做完 而是需要relocation 所以我再去做 那這個想法是很簡單 這個概念是建立在一個前提 這個前提是說 假設我的程式主體 還是夠多的 比方說我有演算法 我有特定的這些操作 人家避毀 呼叫自己的那種避毀 那反正我不管做什麼事 我的程式主體 是佔絕大多數的時間 因為它畢竟有資料 結果有演算法 那剩下的時間呢 是呼叫特定的方式 比方說relocation 它佔的比例可能比較短 相對於主程式來講 就比較短 它建構在這個前提 那既然是這樣的前提的話 我是不是可以做到 需要的時候 我再去做relocation 所以為了要做到這件事 所以就是 去發展這樣的機制 透過兩次的方式 一個叫做POT 一個叫做GOT 所以看到這個東西很好玩 來看看這張圖 可以看到這張圖 可以看到底下這張圖 好 好 差別在哪 認認認看 所以你才知道 上面的圖是長這樣 有POT 有GOT 下面呢有POT 有GOT 但是呢 差別在哪 顯然是在這裡 那你會看到這個東西叫什麼呢 叫做fix up 大概從名字都猜得出來 它就是一個什麼 就是一開 它是需要修正的 所以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在一開始 所有的 外部的symbol 像這個printf 或是putcd 這些symbol 它一開始的地址都是假的 所以注意到 我 一開始的地址都是假的 那你說假地址怎麼可以跑 這問題非常好的 這個假地址呢 也不是完全假的 這個假地址背後呢 是有意義的 就是說 這假地址一開始 它用意是什麼呢 大家看一下 它的用意就是說 我一開始printf的地址是不曉得的 所以我現在 一開始會簽到這一段程式碼 那這段程式碼 幫你去幹嘛 去查 真正的printf在哪裡 一旦查到之後呢 我就把地址寫回去 所以你下次呢 就有這個東西可以用 那你說 為什麼要這麼迂回 那倒很簡單 因為 如果我們把所有的 外部symbol都找了一次 你耗費 假設外部symbol有1萬個 你是耗費了1萬次的旅location時間 而且你在真正執行第一行之前 你要做1萬次的旅location 才有辦法執行到man 執行到man裡面 你認知到的第一行 有效的程式碼 反而過來說 如果是底下這個設計 我在man啟動的時候呢 man執行的時候 我根本就不用做旅location 不用做額外的旅location 而是在第一次呼叫 printf的時候我調到這邊來 所以你看得出GOT的好處了 所以GOT開始放一些什麼 一些就是他放的東西都是去查詢真正的地址 但是一旦我查詢完之後呢 那這個GOT file就怎樣 就有個真正有效地址 所以這為什麼我需要兩次 就是做到什麼 Lazy 藍面冰品 所以大家知道就是說 我們今天在電腦科學講的Lazy 不是說他真的很懶 而是怎樣 把要做事情拖到後面 所以你會有什麼 會有Lazy Lazy rolling 延遲的載度 對不對 那還有什麼 Lazy evaluation Lazy evaluation 這比較常見在Functional programming比較常見 或者說在新加加的比較新的一些語言特徵 也有這個Lazy evaluation的一些機制 但是不管怎樣 它不影響到我們理解 然後呢 你也可以這樣 像我們一開始用這個DL open 跟DLC 好 那還記得我們剛才一開始有示範給大家看的程式碼吧 好 那個叫什麼呢 這個叫做Mail of Account 好 一開始有示範嘛 示範什麼 這個 所以我這邊有多少 DL DL DLC 好 那這個東西呢就怎樣 就是你明確的去明確去審明說我用到動態連結 所以一般來講把動態連結還是不打開 好 那你會好奇啊 為什麼剛才在示範Mail of Account的時候不用DL open 為什麼呢 因為道理人總答案 早就怎樣 早就開好啦 你說哪裡開好了 因為這東西是用C元開發的對不對 C元還是不開發的 所以你還是要用到C元還是酷啊 兩個這種 Write對不對 C元還是酷 所以我的Libc早就打開了 所以我不需要DL open Libc.so.6 不需要 因為它早就打開了 好 所以我就直接怎麼 好 我因為打開了 所以我就 我就把特定的Symbol把它摘起來 好 那通理 因為原本就已經打開了 好 那你也不用把它關閉 好 因為你是共用 利不惜了 反過來說 如果這個Mail of Account 它的實作是定義在其他的那個 Share Library裡面 那你就要YT打開 好 特別注意到這件事 好 然後呢 這邊呢 就是跟講到什麼呢 就是說這個 講這個LTO啦 講這個什麼 講這個PGO 好 有興趣請你其他地方看 以及發言說它對應的這個攻擊 好 這個東西很重要 它的攻擊呢 基本上 好 在你自己慢慢看之前 今天要考慮到 就是這個 MS-BIT 好 這個資料 就是這樣運體的這個資源 好 然後編輯器呢 它可以有機會去避免這個Buffer Overflow 好 注意到一件事 在C11 就C11 2011年的規範呢 有針對什麼 Buffer Overflow 或者去聲明 這邊 注意到 它會去聲明說哪些東西是什麼 是不安全的 這個東西在N1967 那N1967呢 就是這個規範在什麼呢 有幾個數字你要記下來 像這個數字 比方說 在這個C11裡面 就特別去講這個Bounce Check Interface 所以你沒聽錯 它就是什麼 它有辦法去提供個介面 讓你可以去檢查它的範圍 好 所以在我們之後呢 這個你所不知道的C11裡面 我希望花一點時間 來跟大家探討 探討這個安全篇 不過這個比較後面 因為安全是一個全面的事情 你懂了很多人都想要當駭客 但是很少人想要細緻的探索系統的環節 好 那這邊注意到就是說 在C11裡面有特別針對這個Bounce Check 有提供一些介面 然後呢 事實上邊緣器呢 可以在某些程度下提供一個 Buffer Overflow的一個檢查一個機制 那SLR是作業系統提供的一個機制 那這個東西就跟這個後面還有一個東西叫ROP 請你慢慢看 這個東西非常的精彩 好 那但是呢 這些攻擊背後都跟什麼 動態連結脫不了關係 有很多攻擊都是在動態連結 或是特別的Catch的前提下去運作的 好 好 那 所以 這邊呢 我們帶著大家複習一下 就是說 為了要能夠支援動態連結 那邊緣器要能夠產生兩個東西 一個叫PoT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是連 就是 距離Function比較近的 PoT 距離Function比較近的 然後 然後 那PoT基本上就是跳板 它跳板就跳到最後跳到GOT 那你看GOT 因為考慮到Lazy Lazy Loading Lazy Link Lazy Link Lazy Link的那個機制 所以我一開始不會把所有的機制都查完了 而是在需要的時候再去載 所以你看我們剛剛講的LD Resort 它在做什麼事 它在提醒提示這個 Dyvendink說 我去找Cyber要從哪裡開始找 好 從這邊開始找 所以GOT這樣子更新 好 那接下來下面的東西呢 就是 下面東西還蠻有意思的 就是因為時間蠻有兩個東西講 就是 就是有一個電柱 這個電柱非常的棒 有興趣啊 你們看一下 就是有興趣 你一定要看 這個東西可以打個起發 就不然說 前面講的GOT PoT Interpositioning 還有PIC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當然不是這頁那麼短啊 它後面還有Next 所以請你不要點完這頁就結束了 還有Next 然後你有沒有發現後面還有Next 你有沒有發現 怎麼還有 對 就趕按下去吧 你按看了一陣子之後 也沒有那麼多了 我按一次給你看 等下說 按到這邊 Next 然後接著幹嘛 接著到這邊的時候就結束了 所以不用太擔心 就多按幾次Next 就高一段落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 這個東西 很有意思 就是你有可能好奇說 因為這一邊電子書實在寫得太棒了 你有可能好奇說 原作者到底在做什麼 原作者這個人很有意思 他整理這些很系統的文件 而且一直到最近都有在更新 然後他從2014年一路做到最近 那他的標題寫得很棒對不對 就是從底 從下往上去探討Compute Science 所以這也是彌補很多人對這個 尤其在台灣 你會很多時候會說 學校老師都在教理論 屁啦 要是教理論教那麼多的話 怎麼肯定不能畢業對不對 理論很難的 理論比 學理論比寫程式難多的 所以絕對不是什麼學校只教理論 學校就是教都很有限的 怕損害你的自尊心 所以很多時候你在學校理論也沒學到 然後食物的地方也沒做 所以有時候你會覺得很遺憾 但是也不要太難過 有這麼棒的教材 Compute Science 那這個東西非常棒的 它就重新從這個 它的主軸還是細語言 但你可以從這裡看到出的 這樣子呢 數值的表示方式 然後對一個細語言的規格 然後Compute Architecture 然後說作業系統 然後這個一個自尊中的成長 成長什麼樣的 虛擬記憶體 就是出線 他寫的東西非常廣泛 不然說我們前面講的這個EELF 所以這個東西一定要看 這個對你們有很大大的起發 然後這本書的這個內容 跟CSAPD很像 就是卡內基美中大學的那個教材 就是這個中文翻譯叫做 深入理解計算機系統 你會發現這個那個什麼 剛才那個電子書 其他的編排跟那個網 跟你看到那個那個什麼 那個那本電子書是非常像的 好來看一下 那這邊還有一個電子書 這個電子書稍微解釋一下 跟我有點關係 就是我有一個大陸網友 那他叫Failcon 那你可能有聽過他的名字 Failcon 然後Failcon他以前是讀蘭州大學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那個 他的ID就寫這個 LZ 蘭州大學 然後這個這個朋友很有趣 就是我跟他有這個一面資源 但是在一面資源之前 我們今天在網上有一些 有很多交流 然後那這本書呢 他就是 依據我剛才提到這個深入遣出 Hello World 所以我們就 我在2006年 有這樣的一個系列的演講 然後這個沒想到這個演講 對這個 對Failcon 這個大陸的朋友 也有些啟發 所以他就開始去撰寫 撰寫一本電子書 電子書的內容 就叫西語言編程透視 然後我跟他呢 就和寫這本書 然後你說這什麼時候要出版的問題太好啦 這 這 我現在沒辦法回答你 因為我現在人生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好 我希望他有一天可以出版 好的 但是這本書還是很值得去看的 就是說 在第四章的地方呢 就是有 好 那在第四章的地方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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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這樣點吧 Captures 好 在第四章的地方呢 就提到這個 提到這些動態連結 那注意到這裡面非常多細節 那就是 那不過還好就是說 我們剛剛講的東西都已經涵蓋了 那你可以 如果你覺得我講的話 不是很清楚的話 你可以對照 對照這一篇 然後最好要動手 不過注意到 動手的時候你會遇到一個困擾 就是因為這一篇 這一份電子書寫得比較早 所以它的內容是32未遠的 那會遇到說 你在六四個人電腦裡面 可能會遇到一些問題 或者一些相容性問 所以怎麼樣花你時間去思考 調整 好 然後呢 這邊底下有一些延伸的閱讀 這個就是跟你講說這個 PoT的運作機制 然後呢 這邊有一些應用 從這邊應用就很酷 不酷呢 就是 在Google以前有個東西叫做 Native Client 故意是就是 在瀏覽器裡面載入 原生的 這邊兩樣原生就是 你的平台是Intel加過也好 Andre加過也好 或者說 某一種形式的執行檔 我就直接載入一個執行檔 而不是載入Jaroscrew這種訊息器的 那這東西叫Native Client 那後來這個Native Client Google後來宣布 這東西就停止發展了 教大家專注在什麼 Web Assembling 因為現在電腦已經夠快 而且Web Assembling 開發比較這樣 就是有機會聚焦 因為Google開發Native Client 只有Google一個人在做 但是Web Assembling 就很多公司 大家幫忙說 Mozilla Fibas Mozilla 他們會投入 然後再次一些新興的一些 軟體公司也慢慢的 開始用Web Assembling 然後很有趣的地方是 我不能跟你講哪一家公司 反正我有參與的某一家公司 正在用Web Assembling 做自動控制 所以你看這個用的就很廣 不只是在網易流行器 那底下這幾篇呢 尤其這一篇 請你一定要好好的看它 我們為什麼這一次講這麼久 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這東西真的很多 所以請你一定要好好看 然後如果可以的話呢 跟著做實驗 好 那接著來跟大家探討 探討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說你這些東西都了解之後 你可以做好多事 好 你要說你可以透過什麼 透過 你看這個標準寫的 透過一個什麼 透過一個單位Loader 去分析什麼 去分析這個EF的執行內容 執行過程 甚至你可以去做一個Memory Profiler 給這個庫 然後在最後面我想要跟大家快速談一下 就是Diamond Link 它該去實作 其實它的實作不會太複雜 大概400多號就可以做出來 那這個東西我們 我在之前為了要介紹這個講座 那我自己開發一個很小的一個Link 我稱它叫Mind DL 那DL就是Diamond Link的縮寫 那目前呢支援這個S8664以及ARM的這個架構 這邊正確來說是那個35.0的ARM 那你可以看到說 跟Architecture有關的部分就是 喔對 除了這裡外其實 正在做這個 正在做這個 64文版本 就是正在開放 所以其實我們再更新一下 寫個 ARC64 是 好 然後 那在這裡面來講的話呢 就是跟大家介紹 介紹這個Link 怎麼去開發出來 好 然後這個專案裡面還有一個好玩的地方就是 我們現在是選一個最 非常小的一個集合 所以你不能把它當做一個完整的功能 但是你可以觀察到一個Link 怎麼去運作 對方說 POT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做一些POT跟GOT的實驗 這個是很好做觀察的 那這個可以不追求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 手機裡面 有很多APP 因為效能的考量 會自己去開發什麼 開發Link 跟Loader 所以這個東西 有點奇怪吧 對不對 這個很好玩 你看到 其實比方說Google呢 Google搞一個東西叫做 Android Crazy Linker 這個很好玩 這個 尤其在台南就知道 這個 你看到Crazy要發發成什麼 Crazy 這個Crazy Linker 這個Crazy Linker在做什麼事情 這個很酷 這個Crazy Linker是搭配什麼 NDK在用的 所以你可以知道 NDK是什麼 是 Android裡面 用 用來開發這個 Native的程式 所以你可以用C語言開發 C加開發 你可以用什麼 你可以用組合語言開發 然後 這個東西 有個Crazy Linker 這個Crazy Linker 這個Crazy Linker在做什麼事情 Crazy Linker在做的事情 就是 去 讓你 讓你的Java程式 可以去載入 特定的 Native Code 那你說 為什麼要特別做呢 這道理簡單 因為我要先搞清楚說 你看到 一個App 一個Android的App 它上面可能 它可能一開始用Java寫的 可是因為它有Native部分 Native部分可能是Intel架構的 有可能是Arm架構的 Arm還會分35元 又14個元 有可能還有Mips架構 所以你看有Arm 有Intel 有Mips 已經有三個架構了 更麻煩的地方是 這些架構裡面還有不同的主態 甚至還有什麼 不同的硬體加速 對不對 像Intel架構它可能有 有不同的SynD 對不對 就是像這個MX 或是ABX 或是說SSE 對不對 光是Intel架構它可能就有不同的 就是硬體的這個指令 對不對 所以你可能會針對這些硬體的 不同的硬體指令 不同的指令集 去開發特定 是吧 Native Code 好 那我要怎麼去載入 Native Code的話呢 那怎麼樣 你就要透過一個Live去載入 所以比方說Google也講 Google搞一個叫做 Crazy Linker 那Facebook呢 就搞一個叫做Soloader 他們做的事情都是一樣 就是這樣 讓Android的系統可以載入特定 Native Code 那這個東西影響非常大 如果你對Facebook的App 很熟悉的朋友 就會發現一件事 早期的那個Facebook的App 根本就是一個宅男 載入起來超慢 這個東西被罵了死去過來 後來Facebook做了什麼事情 他把影響效能很大 不管是怎樣 用Native Code去改寫 去改寫 然後再透過什麼 特定的這個Soloader 去把它載起來 所以這個Soloader呢 其實你如果認真看 探討完 你去找一些你熟悉的字 比如說AR64 我打錯了 應該要打什麼 我打On 有多遠呢 它不是程式碼改寫的吧 Anyway就是 你可以去看它裡面的這個 欸 程式碼是在改的 反正就是 它就是 就是從這個EF的Header裡面 找到它一個dependency 然後 然後最終它會透過那個Android的link去做事 好 好 那大概就是 介紹到這裡 好 所以就是說 這次的東西就比較廣 好 而且它不是只是跟作業系統有關 跟質詢安全 跟這個 執行時期的新聞面 有很大的觀點 所以這 這個在你所不知道的西議員的這個 系列講座裡面 這一次 算是比較複雜 你可能有辦法做 當然講到LTO 就還要學習一下這個編輯的原理 好 這次講比較廣泛 好 那大家跟大家談到這裡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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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